阿彌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薩 阿彌陀佛 少少夜多念佛 我們繼續看這個新加價2.6 第2章第6節第3段 總文版在夜76 76夜 雖然我們 將在 這個19章 第7節 85 也難看到 We can define a class inside a function 我們可以在一個 Function裡頭定義一個class 我們前面有弄過對不對 在man 你看我們前景也有那個 我們之前是把這個寫在 搬到這裡頭來 搬到這裡頭來他就是 欸 這裏一個s漏掉 這個就是他講的嘛 沒有錯 我們現在是用英文版還是用英文版 我們可以 Define a class inside a function Such class have limit functional nality 可是這樣的這個class是有非常有限的功能 功能性有期限 他就是852頁 19章第7節 看一下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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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類別 這個葉馬怎麼跟Google的完全一樣 因此 Casis ordinary will not define inside function 也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看到這種下場 就是因為這個下場 這個結果所以 一般 類別不會 定義在方學裏頭 定義在方學裏頭 然後 我們 在函數的外面另一個類別的時候 在任何給定的來源檔資源檔 只能有一個 定義 of that class 對於那個類別的定義 在所有任何給定的資源檔中 只能有一個 對於那個 class的定義 此外 當我們用一個類別 在不同的檔案裡頭 用到同一個類別 那個類別的 定義 一定要 在 每一個檔案間都是 最一致的 最一致的 一定要是一樣 看一下它怎麼翻 當我們在函數外定義一個類別 在任何給定的原始碼檔案中 那個類別的定義 只能有一個 此外 如果我們在15個不同的檔案中 使用一個類別 那個類別的定義在各個檔案中 都必須先好 這個 在確保 你看 遠廢讀的我們都還看不到一半 真慚愧 我可以看到400多頁 剛才是這個的頁數 不是 中文版的頁數 中文版全書也成800頁 這個有3000多 嗯 這是電子書的 我也要擺聲在每個檔案中 關於那個的 那個 關於那個 不是 那個類別的定義 能夠一致 因此 就是為了 它的 它的定義須一致 所以 這個 類別通常是在 標頭檔 Header 5 裡頭被定義的 那這一節 這一段 就是教我們 Writing our own Header 5 寫我們自己的標頭檔 Typical 典型的來說 一般的情形是 類別是儲存在標頭檔 這個標頭檔的名字 是繼承自 這個類別的名字 也就是什麼類別 什麼標頭檔 就有什麼樣的類別 那個標頭檔是以那個 它儲存的類別的名字來命名的 譬如說 比如說 String library type is defined in the string header 這個String 的 程式庫型別就是在 String這個標頭檔 可被定義 為了確保每個檔案中的 類別定義都相同 類別通常 定義在標頭檔 Pay the Bride中 變形狀況下 儲存類別的標頭之名會 名稱會衍生自該類別的名稱 例如來說 String 程式庫 形別 這個叫程式庫平別 String 程式庫形別 他為什麼歸零啊奇怪 喔 燈霧啊 是不是燈出了 可是這個我們是必買的啦 這本是600多還可以接受 不是接受啦還有能力買 這是我們必讀的也很受用喔 貴一點我們都是可以接受 當然不能超出我們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中文也是叫程式庫形別 就定義在String的標頭充 同樣 Similari 類似的同樣的 當我們 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我們會定義我們的 SalesData class Inner 等一下你會看到 我們會把我們的SalesData class 這個類別的定義 定義到這個 一個標頭檔 那個標頭檔就叫 salesData .h 一些延伸檔 headers usually contain entities such as class definition and counts and the counts expressed variable 前面都學過了 第四節六十頁 Counts expressed Counts expressed我都快忘記是什麼 哇真可怕 難得那麼怕 稍微看一下一定會想 它這六十頁反而有問題 Counts expressed 應該是六十五和六十 59和65 2.49 59和60就長 一頁 60頁 Counts的變數 Counts expressed 我們換 複習一下 60 61頁是Counts expressed 長數 長數應該算是 是其實不能改良 而且我們 的事情 算了一點 好 讓我們想想 你寫Counts Express這個字 請請 Counts expressed 我這裡要做 編譯時期的估算 新標準 這是新標準的方式 拼音器 驗證一個變數 是否長數 預算式 只要在一個 Counts expressed 宣告中 宣告那個變數就可以 宣告Counts expressed的變數 會是隱含Counts 會是隱含的Counts 並且必須以長數 印存式來出資 注意一點就是 Counts expressed 還有印象66頁 中文文 它其實它是 說誰是變數 不是那個 我命名的一個變數的 那個類型 是變 是長值 而是 變數名稱 命名的那個 變數 那個物件 是長值 也就是它的值 不能變 要注意它修飾的是誰 Counts expressed 應該是一個 應該也是Qualify 或者Stenseify 主定詞限制詞 因為Counts本身是 Qualify 限定詞 Qualify 或是9月 中文版 中文版是 第二章第四節 Counts限定詞 中文版是Qualify Qualify Qualify 我覺得這裏是說標題檔 通常是包含了 一些實體 Counts限定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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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次 在所有給定的檔案中 只能定義幾次 Tats限定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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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佛 我看我是CostExpress的变数 标头.headers 通常需要去 通常需要去用 其他标头档的一些机能 经常需要使用来自其他标头档的机能 机制和能力功能 比如说 because our sales data class has a string number 标头档需要用到其他标头档的资源 面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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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翻成资源比较中文化 Facilities 也就是说标头档 互相参照 互相参照 所以 我们的SalesDataH 这个标头档就一定要includeString 所以他是用includeString 要引用 引界 引入这个String的标头档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了 要用到SalesData的这个程式呢 也一定要 去包括 这个String的标头档 这是为了要用到book number这个资料成员 你用到这个因为他的型别是String 就一定要参照 引用String的标头档 不过这个是会没有意义 因为他的定义是在String标头档里 而且只能被定义一次 在那里定义了,所以你要用它只好再调用它 或参照档引入它,include它 因此呢 也就是这个缘故 结果 有这个下场有这个结果 有这个结局 要用到这个SalesData的程式 也会 也应该也会啊 只要你用到这个就一定要 包括String的标头档 TWICE 对TWICE 要用标头档要用TWICE 一个是它本身程式用 一个是你 那个因为 这个book number它是SalesData SalesData本身它也要引入一个String 那你跑那个程式的是SalesData 标头档之外 另外的一个程式不是标头档 是资源档的程式 也要String 因为你要操作book number 不是乘语 对不对 这个book number它是 作为一个类别的定义 放在类别定义的标头档里 所以这里至少要 有两个标头档 而且String的标头档要被参照两次 参照或者引入啊接入两次 引用两次都可以 一次是 直接 而且 跳过去 一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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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的引用 Header Swing the header 一次是 A side effect 一个副作用 被引用 可以引入到標頭檔裡頭 一次直接的引入是 就是我們 Program 程式裡頭要參照他的 一次這個就是標頭檔 它叫Assign Effect 副作用 它不是直接作用 它是Assign 它是一個標頭檔 12c 它的標頭檔裡的引用 是作為一個副作用 另外一個標頭檔 可能會被引入 引用 超過一次 我們需要 因為 一個標頭檔 很可能都會被引用 超過一次 所以我們需要 用一種 比較安全的方式 怎樣比較安全 即使這個標頭檔被引用好幾次 它也能夠 對不對 安全的被引用 要這樣 要用這種安全的方式來寫這個標頭檔 或者存放 因為標頭檔不能被引 啊 等一下 不能被 我又讀錯了 might be include more than once 不能被 might be 那就錯啦 因為一個標頭檔不能被 引入超過一次 不能被 因為一個標頭檔 可能被引用 might be include 被引用超過一次 所以我們不能被 當然可以被引用 當然在同一個檔裡頭不能引用兩次嘛 可是 不同的檔 它會 別的標頭檔可能要引用它 Program可能要引用它 這個是錯的 我們必須以引入多次也安全的方式 這一個翻得很好 對呀 是這樣 有一種翻譜 這種方式是 引用它再多次 也很安全的方式來寫我們標頭 因為一個標頭不能被引用 這是錯的 哦 賣幣 某一邊不能被 76月 有兩種方式來自問 那是 這次 有兩種方式來自問 這是錯的 犯錯了 我們必須以入多次也安全的方式來順序 這裏就翻得還不錯 你看我們都四字卑卑 講完遍不太 以後想到再提 你錯的我們不留情 你好的我們也不吝嗇 我覺得我們人之內奧爾協議 很少人這樣 我覺得基本為什麼連這個都做不到 好像討厭一個人 不像我們叫狗龍好了 那人家討厭就什麼都不對啦 絕大多數人都是這種思維 好可憐 你不能怪他沒有修養 自己沒有進修 甘義做凡夫主持 薄地凡夫 他自然是不是這種頭殼 這種老名妙 但是沒辦法 要注意的是 所以不管何時啊 如果一個標頭殼被更新了 那麼那個支援檔 你看相對於標頭殼要是支援檔 Source 5 這個是黑的5 就必須去重新編譯 Be recompiled to 只要是用到那個標頭檔 也就include 用標頭檔這樣都一定要被重新編譯 以 來怎樣得到最新 或者 那個最新的宣告或者 已經更新的改變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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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最新的定義和宣告 很新的改變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preprocessor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preprocessor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一個簡介 這個是 introduction介紹 簡單的介紹簡單明瞭簡明的 對於預存 預處理程序的介紹 與前置處理器的簡介 Destina A brief Fa Tina Fa Tina Fa Tina Fa 阿彌陀 前置處理性 欲處理事 這個簡介 最常見的一個技術 一種手法 這種手法是為了 確定make it safe to include 意思是誰 應該就是class to include a header make it safe 應該這個it 應該是帶一個header 一個class definition 所在的header model pull time 好幾次 那就是依靠這個欲存存 最常見的手法和技術做法 去保證 這個一個標頭被好幾次引用的時候 都能夠很安全 所以往往是有仰賴 有那樣 欲處理器 欲處理師 都可以 仰賴依靠 要讓一個標頭 能被安全的多次引入 最常見的技巧 仰賴前置處理器 他這個翻譯就不是很好 最常見的技巧 哪有人這樣講 對不對 因為我才說手法 可以 processor sir sir pre-proc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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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的 是一個program 是一個程式 所以欲處理器 欲處理師 就是一個程式 是西 叫在既成是西語言的 那 run before the compiler 裏面 預測處理器 是在 編譯前就執行的 執行狀 而且會改變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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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翻成玉、楚、李、世也可以嘛 對不對 他都喜歡翻成氣 氣應該中文以為是一個實體的一個東西 比較不適合嘛 就是抽象嘛 他會變更我們城市的原始馬文字 原來這是原始馬文字的意思 所以說的是原始馬的意思 原始馬文字 變我們原始馬文字 All programs already rely on One process of facility include 不會吧這就是process了 include就是pre-processor pre-proc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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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城市也已經依賴了一個預處理室 或者他說 前置處理器 翻是前置處理器 我們是翻了預處理室 我們的城市已經 養葬著 這個一個 預處理室的這個機能 然後功能 就是什麼 警號include 原來這個 我們的城市已經有養賴過一個前置處理性的新人 也就是include 77 77 親切 前置處理器 我們就叫御處理事 我們先一出一出 一出一出 這是 When the preprocessor see an encroved 當一個預處理師看到了 他是一個機能 即是預處理師 處理的對象 應該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他一旦看到了這個 這個encroved關鍵是當預處理師看到了一個 他就 預處理師就會 將這個encro 取代成 這個contact 他後面指定的這個 標頭檔 標頭檔內容 他會把這個東西取代成標頭檔內 其實加加的 這個 Polgan also use Precursus 去提供 Head of Guards 標頭檔警衛 標頭檔保護 Rely on 保全 標頭檔保全 Head of Guards 1Ki 1處理4的 變數 53頁2 3.2 530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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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3.2 3.3 4.3 3.3 3.1 3 2.3 4.3 3.3 4.4 3.4 4.3 3.3 5.0 4.4 4.3 5.5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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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這有什麼?2.3.2 你看他真的是叫標頭守衛 標頭保全 Pay the girls 可以使用茄子水來定義 C++的程式 也使用前置處理器來定義標頭的保全 守衛 標頭守衛養愛前置處理器變數 前置處理器變數有兩種可能狀況 前置處理器變數53也很有 看了沒有 可能有寫錯 葉馬也是53 啊54啦 54 5月4月 他已經在弄指標了啦 7 較舊的程式有時會使用名為弄的前置處理器變數 對不對 Prepository variable 然後有一個標頭長是 C C可能是C語言 第54月中文吧 C語言Standard Library C語言 CSTDLIB 這個標頭將他定義為0 也就是none 其實就是等於0 較舊的程式 那你有聽到 我們將在 2.6.3節 就是我們現在在 討論前置處理器 這年 7677 描述前置處理器 你看前期修理器是在编译前执行的一个层次 它就翻成器 前期修理器变数就是由这个前置处理器来管理 并且不是STD命名空间的一部分 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因此我们可以直接参考它们而不必使用这个前缀 因为它不是命名空间的当然不能用它的前缀 那两个冒号scope operator 范畴运算值其实就是要命名空间或class才能用 对不对 前面我们碰到一个 当我们使用一个前置处理器变数的时候 前置处理器会自动将该变数取代为其值 因此将一个指标初始化为NO等同一僵之初始化为0 现在新加加仙式一般都应该避免使用NONE而改用NONE pointer 将一个硬的变数指定给一个指标是不合法的 其实那变数的值刚好也是0的一样 对 因为指标可以assign的是一个位置 因为指标可以assign的是一个位置 你不能用整数值 所以它的0都是不对 所以无法将一个硬的这个行别值 assign 指定给一个 指标的行别 因为这是行别不一致嘛 他们不接受啊 他们是严格行别的 行别要一致或者能够转化才能做印算 指定就是一种expression一种印算 找到了没错 中文版是54页的比较对 不是53 53看不到 刚好也复习那时候54页的东西 清智处理器 所以它很好的这种cross reference 比方做我们温故之心 西家城市通常也用这个前置处理师 预处理师去定义标头的首位 标头首位为难的昂 也好 用这个呢 在标头首位 标头首位 关掉 关掉 我们最后一边 关掉 要錄前 這個不能 要連起來 我打字的時候會在這裡斷掉 讓我來替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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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所謂 依靠的是這個以處理式的變數 前置处理器的变速 We process a variable 前置处理器的变速 V-A-R-I-A-B-O-E V-A-R-I-A-B-O-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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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 喔 時候你又開始搞怪了 所以他下一章又開始從字串 我們現在才學到字串那個標頭 對那個標頭和這個心點 欲處理四或者前置處理器的變數 有一種兩個可能 的一種 Defined or not defined 前置處理器變數 有 兩種可能狀態 其中的一種 是被定義的或者沒有被定義的 有兩種可能的狀態 你定義的 我未定義 我們暫停一下 阿彌陶寶我們繼續 睡著了 竟然一定要去買臭豆腐 人家出門來睡晚5點前 對於這個 御處理序或前置處理器的 前置處理式的一個講究 御處理子 中文字幕租 剛才差不多 快死了 所以這個define directive take 就是寫 Directive Define的項號加define 指示詞 take a name and define name and define name 這個指示詞會帶著一個名字 而且定義了那個名字 當作一個預處理器的變數 所以如果要定義一個預處理器的變數 就要用define one character 在這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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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處理器的變數只有兩種情形 一個是定義的一個是沒有定義的 另外 有兩個 directive指示詞 指示詞 看一下 微軟官方是怎麼辦的 然後他這個是用指示詞 他就是用指示詞來辦 指示詞 國際指示詞 除非 正確 指示詞 他就是要的 指示詞 唐 南无阿弥陀 你看有空格他就放不开 不能空格 那如果是权琴控得情形好像 你看有空格他就放不开 可以 群情刻模仿可以那用群情刻模 也比这个家底线好 黑的靠 然后标投手位 是否有未定义 就是 define and not define define 可以动手里面背 可以测试是否一个已经被给定的预处理室的变数 有一个已经被定义或者还未被定义 这个Is true if 第一个是if 第二个是 就是any if 段句 段来的define 当那个词是tru的时候 If the word 这个变数 has been defined 如果这个变数已经被定义的话 这个就会传为tru and if not defined 那這兩個 n's not if not defined is true 如果這個變數還沒有被 it has not been defined 那麼這個就是true if the case is true 如果這個測試是true的話 看你用哪一個 directive 那麼everything 每一個根在 if def define or if not defined 那個directive 後面的東西 會被處理到 matching 會被處理到知道 符合 and if we can use this facilities 這樣的機能機制呢 去 守衛 to God again 多重了好幾次的include 就像下面這樣的做法 如果變數已經定義 if that 就會是true 如果變數沒有定義 if not that 就會是true 如果測試結果會true 那麼接在 if that define or if not defined 然後一直到對應 的 manif 前的所有東西 都會被處理 都會被處理 一直到up to 對應到 這種 對應分別去 那我們可以用以下的 使用這些facilities 機能來避免多重引入 它是避免多重引入 避免多重引入 避免多重引入 因為一次只能引入一次 可是每個檔案都可以引入啊 可是一個檔案可能它為什麼要避免多重引入 應該是77了 我們順便看一下中文版 唉 我們看一次 來不及反應用它 好玩對不對 str Author 向下面 遊一下 さあ tunci 哦 跟著像這樣也可以 可以 所以知道and if if and if 所以if和and if是一对 好像VB的语法 ma ifu and if ma if if not define 16data h Define 如果 变数还没定义的话 就 Define 他是说这里如果是真的话 一直到这里的 中间全都会被处理 对不对 如果这个没有被定义的话就定义 salesdata 然后引入 include string 这个程式库 类型 类别 然后 而且定义 这个stock 用stock定义这个我们需要的类别 salesdata 前面这个是做 检查的 前面这个就是所谓的guard 对不对那个 peleguard 标头的首位 st 所以要写标头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东西 叫标头首位 代替 我就是 Goss 我可以做一些 我可以做一些 第一次看到 data is included if not that, the test will succeed. 直乘比较出归47PS 터�度益因此約裂的迷遨颤테细 лер依自己arla1-60PS Sales data h will be defined and 这个内容会被载入 And Sales data h will be copied into our program 因为我们的Program有一个 include Sales item 所以我们这样写的话它会被定义之后呢 Sales data h就会被 Covid 进去我们需要调用 这个形别这个header的 程式 原理吗 是这个逻辑吗 If we include this item h later on in the same file 如果在后面我们要用include 如果来 在同一个档案里头 要用这个标头 if not define directed 就是指示词 well before 就没有 就会失去作用 因为他已经被定义过了 他就不再是true 他传回来的词会 well before 就不再是true a nine between it and the end line if 就是在他这一行和他这一行中间的这一些 行 这一些行 就会被忽略掉 意思就是这一块 一直到这里 这一块他只会执行一次 你不能说执行就是 当这里是执行为真的时候这一块才会被执行 那你在后面假如 要include这个标头档的话 现在我有一个好奇的就是为什么要 取这个名称有关联吗 这个大小写是不是有分别吗 他这个是h这个是一点 那个 底线 警告 必处理事的变数 名称 变数名称 堵这个动词 这个主词 先抓动词找在主词 Do not respect 7++ skill of rules 他不会尊重 区域的 规则 规则 他不会尊重 尊重尊敬他一定会遵守 你不尊重就是不遵守 所以他就不受他约束的意思 不受西家家的这个 范畴规则的约束 所以他这个 御处理事的变数 名字他是不受 西家家的规则 有可能取名的方式或者说他的生命都 前置处理事的名称并不遵取西家家的 范畴规则 那我们念一下中文版的 第一次被引入时 Divna divide测试会成功 前置处理事会处理接着在 Divna divide 之后到 之前 会处理接在 之后啦 他怎么会翻成之前 谁是也的 The preceded night following Up to 会处理 接在 之后 哇他这怎么连错两个字 等下我们再定点 到 处理接在 如果处理接在 If not define 之后 到 N的为止的 层次行 结果就是 前置处理器变数 12 Data h 将会被定义 而 12 Data H的内容 会被拷费到我们的层次中 如果我们在 同一个档案后 较后面的地方 引入 CaseData improve 这个标头 那 Divna divide 只是使用 变成false 对于它和 Nif之间的层次行 才会被忽略 这个执行 好我们先到这 那 去买 操作 这一集 脸书比较短一点 暂停一下 阿弥陀佛少召业多念华米 阿弥陀佛我们继续 这里 欲处理事的变数 包括 标头首位的名字 Must be unique Throughout the program 在整个城市里头必须是独一 不受这个区域 的规则限制 就是说它是 Universe 通所有档案 区域规则 前面提到像区域变数 它有生命周前 所以它既然通整个城市的话 当然整个城市里头 它是必须唯一 包括 标头首位的名字 标头首位的名字 一般 一般 我们会 借由 维一性 这个Universe 这个Universe的Universe 在这个标头档里头 这个 类别的名字来作为这个Gars 那个标头首位的 名字 来确保这个 唯一性 就是 就是它这个意思 接由这个类别的名字 来作为标 标头首位的名字 甚至这个 这也是没有提 育处里士的 变数的名字 一般是用这个根据然后来确保他的名字是不会重复 为什么呢 我想可能就是你类别的名字在整个城市里头也不能重复 应该也是唯一性 是不是 那谁又来保证类别的名字是唯一性 除非 除非像 我们这里头的名称 其他名称 其他名称 冲除 欲处里 是的那个变数 通常 通常 通常都写成全部为大写 因为它是分大小写 通常用全部大小 大写字母来表示 来命名 养成好习惯 你看best practice 我们分成是好 养成好习惯你看 什么意思 最佳实践 什么叫最佳实践 通 这就是 养成一个好习惯 Let's practice 养成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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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由 建设 养成好习惯 最佳實踐是個管理學的概念還真的要犯最佳實踐 除非真的有實踐的意思 中文翻這樣這就像我們前面碰過 你進入那個專業領域你可以這樣用 面對中文的一般的使用者 誰看得懂什麼叫 Best Practice 什麼叫Best Practice 認為存在每種技術方法過程或活動或機制 可以使盛產或管理時間的結果達到最余 Best Practice 並解少出錯的可能性 那不是養成好習慣嗎 對不對只要有這個好的習慣 好的規範好的做法好的成規 對不對 唉 唉 我們經過好幾個Best Practice Practices 應該可以明白 為什麼都在這 黑的標頭黨應該 要有這個守衛 標頭守衛 即使他們 他們還沒有 即使他們還沒有被其他的標頭引入 也一樣 標頭守衛 所以養成好習慣對不對 你不要覺得沒有被引入 就不寫標頭守衛了 標頭守衛 標頭守衛 看起來好像是很 微不足道的啦 標頭守衛 看起來好像是很 微不足道的啦 好像無足輕重不需要寫 好像無足輕重不需要寫 你看吧 HAPPY 習慣吧 唉 佩不佩服 我英文並不好欸 那憑什麼 中文好嗎 語文他只是換個符號 換一種 邏輯其實一樣 只是他會調整 就像中文也有邏輯啊 一般都是順序法 可是也會倒序嘛 就像我們現在碰到那麼多英文 都是後衛修士 其實語言都是人在講的 他就是這樣想 只是換一套邏輯 換一套順序 換一套規則 換一套符號去表述 意思都一樣 所以佛成佛 我們成佛成佛 還做用人那個語言 當然不用了嘛 為什麼佛語音音而說法眾生 誰類各得解 意才是王道嘛 語言只是一個表意的工具 那當你把這個表意的工具的障礙突破了 人家要保羅什麼意思 你是不是完全可以get 掌握到 你看我今天分享這個 不知道是因為什麼有感而發 啊我們這個好像還沒分享 所以正好 每次都忘記 我真恨喔 我真的 我為什麼 你看我們都不搞智慧財產權 我巴不得全國全世界的人都在我們之上 那這個世界 國家 社會 整個地球一定都會更美好 對不對 為什麼有一個事情覺得要人家不如我 那表示你自己要懶惰嗎 大家都比你強 你想想看我們是什麼水平 假如大家都在我們之上的話 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 這個國家會差嗎 今天有感而發寫了這個 你看 我覺得寫的真的很好 或是老王賣瓜 就這個嘛 那根據什麼 根據 對啊 人家說要多多 有些說不該看就不要勉強自己 我就有感而發 其實自己 好好反省一下我們首先對自己所用的語言 了解多少 才去 讀書 用大字一點 我先發在社團 因為我發現在社團 社團發的 他在分享 我的臉書還有我的粉絲專頁都OK 我們對自己的語文了解多少 才去讀書 才去吸收薪資 哪一本書 哪一項薪資 哪一本學妹 哪一個科系 哪一種行業 你看換了每一個單位 不要籌破 不需要語文來傳播與溝通呢 得益方感妄言 得到的意思 我們才敢把語言妄言 我管你中文英文 看得懂得好 當然你要基礎 相關語文的知識 不過我都沒有單字基礎 就是十全納不完 那我英文怎麼可能看得懂 那問題是 英文智慧能力有限 現在翻譯你看 還有那個字典 對不對 可以補強啊 剩下就文法了 文法我們以前收過去 跟有學習過有基本 然後自己在平活應用 再想像九陽神功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再對照這個答案啊 對不對 有中藝本呢 做了你的指導老師 然而捨言與文字 如何會得其意啊 又如何保證平保認證 能不會會錯意會差意 更何況 插車好理十字千里啊 想到這裡能不不畏千功嗎 我們卻多少人多少時容忍自己 犯下多少路 還自民得意毫不在乎 甚至認為自己懂得的 就是真真事實 踏踏實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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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在的 社會灰亂甚至會紛爭 國際會緊張 其實絕大多數 都是發生自語文的迂回 與自我的偏見 尤其在看似已經懂得熟透的本國語文上 拜託我不是只講中文 各國人你自己本國語有搞懂嗎 英國美國人他自己本國語有搞懂嗎 這是我真的專精中文之後 深深有的題目後沒有提到 對不對 尤其在看似 看似已經懂得熟透的本國語文上的態度 就知道動亂與鬥爭的根源出自哪裡 卻除了語文專家 其實所謂的語文專家 我自己的同學同事就看太多了 看太多還特別強調 乃是我曾經的自己都是 對呀我以前也疏忽 就是越來越深入才發現 哇這個真的不能等閒 以前絕對沒有等價的這種重視 對語言該有的重視 其實我們都太輕忽 從小就會講話 那麼你真的對你用的這套語言和文字 你真的瞭解了多少透徹了嗎 靈活了嗎 有多少人留意用心在自己所使用 以為了解的語文上 一個地基打不穩的高樓 這個世界的人們卻安心還自在的住著 這就是我們構築精神或智慧的寶塔 所根據地基與鑽石可不是嗎 想想自己對自己自以為懂的語文有多麼的輕忽 就知道自己對所學的東西有多大誤差的風險 我們不講肯定的總有風險 根本就是蒙的頭在那開車嘛 對不對 只舉一例便知其嚴重心無時無刻 有大法師其實就指唐利老和尚 這我只是口頭上 因為我們都擔心 我們不是說要誹謗 或是講出家人擴持 可是這樣影響別人對他信仰 唐利老和尚一定是一個大三次 可是他有些我們真的 至少他這一個 別的你就當我主觀的感覺或意見 無時無這種客觀的 怎麼會到他這種看展的人 無時無刻是什麼都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說你看他對佛法 對他的身眾 他的團體管理和要求 有日本人那個精神 為什麼對自己語文就那麼隨便呢 無時無刻怎麼用到現在他還不知道 不是很不應該嗎 對不對我不知道 不是說跟他們沒有成見 甚至我們還不斷讚嘆他 你自己看我的臉書 可是這個我們不能夠 不能說因為我甚至近空老法師 你看可是我一直盯著近空老法師 他就是從來沒有用錯 無時無刻 時時刻刻無時無刻 他從來沒有用錯 這個高下就立見了嘛 誰對這個搞清楚 當然不能說他程度其實就好 他像近空老法師可能也是死輩的啊 不是真正懂懂不懂 比賽 對不對就變成現在我們學的 這個 exactly 所以他不會犯這個錯 對他不會犯這錯 他问道 对啊不分不时不分课 那不是任何时刻吗 什么叫不生时不分课 时是小时 课是时间 不分时不分课 所以分分秒秒都在弄 是这样吗 是不是 可是你要回到无日无夜 无日无夜我们讲说 没有不分昼夜 是帮助你理解 他真正的意思是 没有日没有夜 什么意思 帮助你理解 我们才说不分 为什么 什么叫没有日没有夜 就表示 我们一天不就是分日和夜吗 所以这时候是不分了 表示 不管白天 不管晚上都做 就表示没有日没有夜 所以他根本的字意还是没有 不是不分 你不能拿那个不分 来去想无时无刻 就不分时不分课 他不是不分 他是没有 不分 你看你对于语文了解多少 不分的意思是没有分 不才是没有 分是分 是另外一个意思 他是为了帮助你理解 才这样去讲解 你才懂 你要回到无日无夜去想 无日无夜为什么翻成不分 是因为没有日没有夜 什么叫没有日没有夜 是不是就表示所有时间都没有 当然不是嘛 什么叫没有日没有 因为一天是不是就分日和夜 那现在没有日没有夜就表示 他已经不分日和夜就整千 十一分一分 这时候回到二座对错问题 所以你不要柯州求见 拿这个标准 你说这个是不分日夜 那这个无时无刻也可以不分时刻 你柯州求见船已经移到无时无刻 你拿无日无夜的理解的逻辑去套用 都不实施求是根据他原来的文艺去读懂他 你想想看是不是知道 无日无夜本来就是没有日没有夜 只是比较不容易理解 我们才说不分 那为什么为什么不 会讲成不分 因为刚刚讲了 这是第三遍 对不对 一天其实就是整天 他要表达他就整天 他讲成无日无夜就是怎么样 没有日没有夜就是整天 因为一天就只分日和夜 就分这两半还有分什么 接下来就分这个十和刻 他又讲的是这个 可是你要回来这里无时无刻 他是没有时没有刻 就是没有时和刻 不是他这里时和刻 不是你以为的小时和一刻钟 那你自意就弄出他这是时间 什么叫我问你今天好奇事 你强辩说这个时是 根本就强辩 有谁用无时无刻是这个意思 根本就是因为从无日夜 不分日夜就强解释 这个时是小时 对不对 时程刻是一刻钟 即使你这样硬拗 那没有时刻 没有小时 没有 没有那个一刻钟的时候 怎么办 没有半小时吗 没有日没有夜吗 有没有吗 还是有啊 时间还是没有被否定啊 是不是 你不能说没有时没有夜就变成任何时刻了 一天或者所有时间单位只有十和刻吗 当你再继续硬拗我用十和刻借贷所有的时间单位 所以没有任何的时间单位那什么是意思什么叫没有任何时间 就表示任何时间单就会使用是这样吗 那你这个没有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本身还是一个没有啊 对不对 你不能无是没有不是不分 不分是没有分的意思 没有是不 不是无不等于不分 还是要搞清楚 你加个分也是天资还原就要注意有没有已经走位了 走比的卡 有几个人像我们这样花这个精神去给你养结 请问常立老和尚或是谁 用错了五月天后面提到 他是有身份地位的嘛 又有那么多信 随从众 我们不要说信众 证得慈善之业多么伟大 爱心厨房这个我 第一个感动和支持 我现在几乎发票全都可以捐都是捐923 就是爱心厨房 希望大家我们有得吃 也不要至少我自己的国家我自己的 恐怖不要有人没得吃嘛 我没人力办 证得他们能办爱心厨房 那我的薪水又有限能做什么 当然就是 诶这个不错诶突然看到 我先点一下 推荐 可能跟古文宫心堂有关吗 他推荐的 推荐是 你看大法师乃至其作家地也还是照用错不误 因为我最近看他最新的开示还是弄错 要宣好像在佛头真实的故事第第几期就开始 那时候我还没去听 到现在 因为 好像 不知道那时候 一开始是什么 弄错时间还是怎样 好像他原来定 哪一天突然又改成礼拜一 好像是这样 应该那么重要是我不会弄错时间 像这一次他首播 佛头一生的故事 但是我 明明记得要看就会 一忙 尤其我们录石经修 你看有一集就在录 第天波我竟然忘了 暂停一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我们继续 去上厕所才发现 柯南又有新的 主要也是那个 阿弥陀佛 经典剑佛例子的 有些就不讲明 不是自己爱看 有慧根的领悟 对不对 要宣扬教法大义的都能都敢如此 我所谓都敢就是 老和尚那么严格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首先 为什么我相信不是他不够严格 而是他就是对语文 尤其对中文 汉语 自己用的母语太轻忽 他学英文 一直推要学英文 对不对 甚至他对日本的这个东西很注重 或者很 留意 可是他可对 他自己 从小学的这个中文有真正的用户 我是说中文本身不是什么其他文学哲学 就好像这一个嘛 大家都急得要看书 可是你对语文本身了解了多少 真的通透了吗 所谓的教法教义乃至哲学道道又如何能不令人齐齐 五月天的歌词 五月天的歌词 无时无刻 之前的秀给大家看 你看 从上天 我时无刻 无时无刻都用错 五月天的代表庶民文化 这个是非庶民的庶民都如此 你说还有什么 这还是庶民的代表 或者比较high class 对不对 总是人家有身份地位 有成就的嘛 可是在无时无刻还是遭用错 而且 不在乎 有没有 后面有提到 有没有出来认错 啊我们用错了不好意思 误导大家 我们也被人家 没有嘛 大家就这样 东风先生下去嘛 不敢面对现实 认错这么难 然后老是要人家 政治人物都认错 认错 你看等下后面有提到 五月天的歌词更彰显了身为庶民的我们对自己的语言 是多么的轻视 甚至歧视 不在乎 要政治人物 责任政治 刚刚提到 认错 得先问问自己敢不敢为自己的语言能力的低落 东风 寒虎 胡伦 马虎 乃至用错来认错 我专军于中文及语言后才体会这个真理 尤其现在在自学 C Primer 各位见证 对不对 这本书 是中英对照 何况C++本身不就是一个电脑语言吗 语言 诚事语言 更更是 跟前面太太 做 叠字强有 更更是如此的 铁针针又叠字 的验证 不是我主观的意见 多少的错失 错误和失误 错在自己对语文的轻忽 众瓜得瓜 众豆得过 到时候才明来 原来是自己的轻视 带乎 傲慢 偏见 误了自己 自己生活的世界 也就好像幸福律比书 要奉誉我们的事 你自己去看 你自己去领悟 幸福律 不管是这个黑人本身 还是这个白人本身 都存在着一定的偏限 他们两个就像他介绍一样 后来两个都变得一个更好的人 没错 黑人你不要 活在黑人 对不对 那种他的苛救里头 白人也是啊 意思就是常常被自己的苛救或成见所居限 自己的偏见和傲慢所居限 最后总结就祝愿大家早日或明开或离苦德了 我现在已经不限 对不对 我也 深深终于就像金空老和尚 与我心爱 什么耶稣基督 莫罕莫德都一样 对不对 那个伊斯兰教是讲什么 什么叫阿拉 阿拉 阿民陀佛阿们 我刚刚有诚意先普上曾经给我们 佛教经典很多的指示我之前也讨论过 你看都问看几本书有没有问自己对语文了解了多少 我们有感而发来你看这里 是怎么来的 就是这个嘛 对不对 怎么会最佳时间你刚刚也看到人家专业管理学 管理学不得了 也是现在 对不对 当宏大子姬之一对不对 王国为陈寗雀 陈寗雀 梁启操 好像不可一世的样子 现在还不是 所以只有学佛才是究竟 这些现在而今安在在 我们不搞国学的根本就 不理你 还不公开设法 谈学论到小人 我觉得还没进去我就闻到一部很重的 专业写很重的酸腐秀才气 而且就会太过科学化的 然后更可怕的是 背后有一个叫自以为是在那撑腰 这很可怕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你看去年底在建议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点是 很好玩的就是说 我不是读中文系吗 为什么好像跟这个中文本科的 文史都保留了 保持的一定的记忆 不会吧 他竟然认识张千惠 张 张是谁 成文研究室 他竟然跟 这么巧千惠我认识 也是黄培隆老师 我们的 黄初欣老师 融退 怎么会用 张不倒是 庄业的我们还是保持距离 所以我们才会归期来期嘛 你说为什么会 我分享他的东西他就来暗散 学生又来了 你看我分享这个看起来真的很棒 在哪里新北市人 有空就能过去 好像在 天响素食坊 新北市人有空去看看 我好像已经有记 记到那个 新北市永恒 金牌路线 我记得这里有 是用GOOGLE地图 还是习惯用GOOGLE地图 还是习惯用GOOGLE地图 应该有记下 2019年 资工培训的开始 刚刚 还记得这 老把子最新开始 无条件 爱切种子 一定要分享 光看这个题目 虽然我们要看内容 所以我们 明天开始的扫描 就会来补这些课 就是边扫描边 应该以儲存吗 有空去永恒而已 7个摩托车到 桃园苗栗我们都去了 是不是 金工老和尚站站趟海前河上 哇看起来真的 非常的素食 看来就流口水 我学生 三十二 所以我们 一定要写一个 标头的这个首位 GARDS 他都挺奇怪 即使他不会被其他的标团 或者上位 纳叶 尚未被其他标团引入 include 那HeaderGars标团所谓 Attrival to right 是很琐碎的 好像鸡肋一样 食之无 味弃之可惜 对不对 放鸡肋 尔是输到用时通 你没有他的话 万一 用到就麻烦 And by habit 就是这里有感和他 习惯上的定义他们 You don't need to decide whether they are needed 这句有点难看一下 分析一下 标头所谓是 有点琐碎的 养成习惯去 定义他们 习惯性的定义他们 You don't need to decide whether they are needed 你就不用去考量 是否他们有必要 那他们没需要你写 的 标头所谓 HeaderGars 也没有所谓 只是费你一点事 Trivial 对不对 对不对 Triv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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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有无妨啦 可是你养成习惯来写的话 你就不怕说 当需要的时候你忘记写 要承担那个风险 Best practices 即使没有 念一下这个字 Best practices 即使没有 引入任何其他的标头 标头也应该 拥有守卫 应该说即使没有被其他的标头引入 他这翻有点问题 Lay on Incoming 没有被其他的标头 引入 对不对 怎么会即使没有引入 任何其他的标头 这句话有问题吗 他这里翻译的 怎么会这样呢 还没开啊 还有前面这里他也有一个错 对啊之前 他翻译之后 Following啊对啊 前面我忘记定证 前面我忘记定证 对啊 这明明是Follow怎么会之后 Line Follow 去翻译之后 这是77 7 74 75 77 75 前置處理器會處理接在 怎麼會翻成之前 八樓而已 再不爛 打完之後 喔 植物 要加了植物 裡面植物 不屑啦 裡面是超難的 裡面之間的物 到endif為止的程式行 結果就是 前置處理器變數 salesdata h 將會被定義 而salesdata h 的內容 會被拷貝到層次中 if not definite salesdata h 的內容 salesdata h 的內容 然後你看接下來 就是這個 best type best type best type salesdata h 既然在這個下面 bice 跑到上面去了 即使沒有引入任何其他標頭 標頭也應該擁有守衛 標頭守衛寫起來很簡單 只要 習慣性的定義他們 你就不需要去判斷 他們是否必要 習慣性定義他 反正 定義在那邊了 用得到 就不會出錯 用不到 也不要覺得 覺得做白宮就好了 對不對 upper kit 標頭所謂都 標頭變數 要避免與城市中其他的實體名稱 衝突 前置處理器 變數通常全以大邪邪程 好 我們Program就翻成應用程式 代表整個大程式 以避免與應用程式的其他部分 的 名稱 識別項 衝突我們就用識別項 Identive 這個是 怎麼會翻成這個呢 即使沒有引入其他 也是啊 應該是即使沒有背其他 只要習慣性的定義他們 就不需要去判斷他們是否必要 即使 即使沒有背其他標頭引入 對不對 沒有被引入啊 被動是 對不對 雷代名詞是 Headle 前面的Headle 複數嘛 所以是類 沒有被 by other 被其他的標頭單數 對不對 其他某個標頭 對不對 當然中文不用那麼多出來加個某個 我只想是精確的翻的話 因為他英文是單數嘛 所以他是只某一個 你這個是專業翻譯人 黃明偉先生 怎麼會我們這個根本不入流的 哎呀 竟然被我們揪著 這是奇齒大入 不是我們要修 只要沒有這種覺悟的話 以後再繼續混 就阿彌陀佛人在座天待悍 只能言盡一詞 這樣不行啦 翻譯那麼多本書 你看前面我們介紹給大家過 所以養成習慣你就不要去考慮 只要養成習慣 養成習慣 這也需要 做詞彙 我剛剛是養成好習慣 養成習慣 養成習慣 只要養成習慣 在 標頭檔 都寫上 標頭 守衛的話 就不用 怕 會 會 在引入 包括這個 在引入 就不用怕在引入標頭時 會有 任何的 問題 出現 好 好 好 這當然 不能那麼籠統講任何問題都不出現 當然可能還有別的問題 主要就是在引入他的時候就不會有任何 那個 應該說任何 引入問題的出現 include 你看include在英文裡頭是 在什麼裡面 include 收入引入 納入 comprise or contain 包含 as part of a whole 全體的一個部份 全體的 全體的 o 往後 另外呢順序在全體的 全體的 部分 當作卻 comprise 包括 comprise 構成comprise 接下來又是 細體很不錯 接下來是 面子智慧 我們看見 今天剛好也快8點了 第2章可以圓滿 沒想到我們這次能讀到第2章 丟臉 練習2點4了 2.42 寫一個我們自己的 12data標頭檔 自己版本屬於我們自己版本的12data標頭檔 用它去 重寫前面 2.62 2.6.2 在76頁的這個 練習 抱歉這只能略過了 略過我們一定要付出代價 前面叫我們整個重寫 我想 到後面我們學多了怎麼再待 因為我有一些記者 如果你跟我不一樣是完全空白 一定要乖乖去練 我是有點想要急的 今天能夠整個第2章圓滿 我還想繼續衝 那不是限制問題 太少了我覺得我們這一次至少要學到第7章 他講那個 類型的時候 至少我們要學完 他前面有介紹 12篇嘛 第2篇到第12章 對不對 前面序言那裡有講到 前面兩篇是基礎 前面兩篇是基礎 對不對 序言的序的第21頁 我們首先在第1篇和第2篇中 一起介紹 資源 與程式庫的基礎 這些部分所含蓋的內容 足以讓你 也就是讀者 寫出有用的程式 幾乎所有西家家程式設計 都得 好好了解在本書 這些部分所涵蓋的 知識 除了教導基礎知識 第2篇還包括其他重要的用途 藉由使用程式庫主定義的抽象機能 你將會變得更善於使用高階程式技巧 通常程式庫主提供的機能 本身就是以席家家撰寫的抽象資料形別 你也能用 任何西家程式 設計都能取用的同一類別 建構功能來定義程式庫 我也能定義程式庫 我們從教授西家家的經驗學到的是 先 用過設計良好的抽象形別 讀者會比較容易理解 如何建置他們自己的心理 意思就是要有一個實作實力 不要照著這個理論 循序見氣的去教 對不對 你有一個實作即使是比較深的 可是就像他一開始給我們的CS item 很多我們都還不懂啊 可是只好一個實物 實體 就比較容易去掌握 這是學習上的原理 就像我們講 寫作文 只要寫一個具體的 容易感動作 讀者 不要寫抽象的或主觀的情感 要把它 化為客觀具體化 只有在徹底掌握程式庫的使用方法 之後 也就是懂得如何寫出程式庫 讓你有辦法撰寫 的那種抽象程式後 我們才會繼續介紹讓你能夠撰寫自己的抽象程 的新加坡 第3、4篇的教典是如何一代點 形式寫出抽象程 人家是兩篇我們只有兩張 所以抱歉啦 只能這裡不是偷懶了 前面我們也有些練習是不是 還做得比 老師教我們做的還更多 你就知道不是真的不是偷懶 很想做可是知道一弄下去 一兩個箱頭就沒了 可是絕對是有收穫 我不是白共只是成本要評估一下 一定時間有限我們 我們是中文老師 我還有我的事要做 本科我們8月3號有個活動 古文貢欣賞 我也今天已經調 就下下禮拜 下禮拜 我就下禮拜六了 OK 可以對影片做一個剪輯的 然後我們的活動 今天才改變時間 就下禮拜六的 10點到2點本來是下午10點等到他們關門 我不想待那麼久 因為只有一個人會參加也不知道真的來假的來 我大概去那喝啤酒等人 有人來我們就討論其實一個 然後那個 那當然想要待久一點我們就久一點 沒有就下午2點 到時候我們也會拍一些照片來存證 我們確實有到溫德這裡辦活動 溫德天母在我家附近而已 我們在德行動 好來吧 對這一張的一個總結好不容易讀完第二張 花了多少時間 第二張一個Summery一個大綱提要 研究四枯全數就四枯全數總目提要 這好奇怪這個難道 沒辦法設定他的 怎麼老在這個地方停留 這pop above 它是那個不是那個框 框的位置 是那個 捐錢 以後可能我也會捐 最近真的開太兇 我們本身 供養布施人 都沒辦法 好像固定都跳在這個位置 他也不會記下下一次 我如果拉到這裡 關掉之後下一次從這裡跑出來也不會 只是他有一點 線的地方 當然這個當然 當然這是有心寫程式的才會寫 就類似我們這樣 我們現在比那個他都寫出這個功能 我們現在是開始 初學 這一張的大綱提要就是 本章總結 本章總結 行別 行別 是 To all programming Types are fundamental 你看前面我們才複習這個 Fundamental Fundamental 行別是一個基礎 對所有的這個 城市設計 在西家家裡面的 在後衛修飾 所有城市設計 怎麼樣的城市啊 在西家家裡頭 城市設計 行別都是 基本的 根本 他是翻成不可或缺 是很好 是不可或缺的 是根本大法 像憲法一樣 然後 每一個行別定義了 Storage requirement 當然 儲存的需求和 他的操作 可以在他身上 在這個行別上面 執行的操作 在對這個行別的執行 個體對象上 執行的操作 還有可以儲存哪方面的資料 Language Language就是指西家家 你看前面才討論西家家本身不就是一個語言嗎 提供了 Says of Fund Fundamental Building Types Such as In and Cha 這個西家語言提供了一系列的 一組 或者一組 基本的內建型別 比如說像 In和Chair Char 是到底要念什麼 Char 應該念Khar Khar Khar 那會取就是 這個基本的內建的行別 是 Cross-tied to There-Represented On the Machines Hard Way 是 在這個機械上 機械硬體上 他們是 他們所代表的那個 機械的硬體上 是 緊密的關聯 每一種代表都定義了儲存需求 和可以在該行別 附件上進行的預算 此語言新家家 提供了一組 基本的內建型別 例如 In and Cha Khar 他們與其 在機械上的表示法 Representation 表示法 就專有名詞 十全大寶 有緊密的方言 他們與其其代名詞 其是誰 Whish 他們就是他們 這個基本的內建型別 有緊密的關聯 和他們 表示法 在機械上的表示法 這旗當然就是 這個基本內建型別 機械上的表示法 Representation 是表示法的意思 Representation 這個 有 是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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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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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也可以 Representation 因為我關掉了這個文法檢查 所以是沒辦法文法檢查 只好切到這裡 表示法 看他們在機械上表示法有著緊密關的 形別可以是 非長直或者長直的 一個長直的物件必須被 初始化 而且 一旦初始化他的詞就永遠 不會改變不能被改變 此外呢我們可以定義 複合的形別 比如指標和 Rapper那個參考 一個形別可以是 非抗詞和抗詞 對 唱直到非唱直 一個複合的形別 啊 Compound type Compound type Compound type 無結果 複合形別 複合形別是一種 怎樣呢 複合形別是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是 是 他是 其他形別的 這個 用其他形別的詞彙來定義他 這句很重要 我到現在對Compound type 還是蒙蒙喵喵喵 懵懵懂懂 絕對不要懵懵懂 複合形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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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改這個 改成全形空格 要加底線 這個 複合形別 複合形別 用 其他 Nada 詞彙 詞彙 用就是印 以這種方式 用其他 形別的詞彙 用其他 形別 的詞彙 來定義 的一種 形別 所以所謂的 複合形別的意思 他就是 他不是自己本身單純的形人 他其實是用 another Time 你看我們這裡翻譯是什麼 中文版 形別可以是 非Compound 一個 靠出就面進入 而且一旦初始化 就不能改 所以我們可以定義 複合形別 Compound Time 例如指標或參考 然後複合形別是 以其他形別來定義的一種形別 所以他的Term沒有翻出來 這裏翻的字頭也蠻合中文口味的 複合形別是 以其他形別來定義 用其他形別定義 怎麼說呢 像參考 或是 搞某個東西 我參考印的話 他其實是用印來定義他 可是他又不等於印 這叫複合形別 這不是把兩個 形別湊在一塊的意思 應該這時候就可以用 群星 並不是把兩個行別 抽他一看 所以他跟兩個行別不玩 他是Another 很重要是這個 正是因為他是another type 所以這個compound不是把兩個合在一起 來我們研究一下compound的英文到底他是什麼意思 他的意思是說 合成 院落 院子 負荷子合成配置 makeup 主詞 compound是makeup 邊轉 邊起來 這兩個都很好 頻率是表示用這個意思 幾乎頻率是很 合成物 我們通常想到複合都想到 應該不能翻成複合行別應該是翻成什麼 介意行別還比較好 配置或者邊轉 所以翻成 這個介意行別還比較好 借人家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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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人家行別定義 借人家的定義 行別定義 借行行別 或借行行別 他有憑借的一個行 借行行別還比較好 雖然文周周了一點 是借行嗎 借由他makeup組成的 才能定義他的 你看define 不會吧又down 一片黑 還好 只是selection結束了 登入一次都只能用 24小時 強迫你登出 奇怪你個人雲竟然是個人雲 又不是公用雲怕人家站住 位置不放 那你怎麼 什麼呢 Define in 他現在有人在定義 Intern of 好像是一個騙女 Define in 也是 被 就什麼而言 Intern of 就什麼 Intern of 在表現方面 就時間而言 在表現方面 那類是Define 就時間方面 就另外一個行別 Def 這一面來定義的嘛 對啊 對啦 Intern of 這應該是個片語啦 所以你看英文很重要 突然想到以前學過 這智慧能力嘛 這沒辦法 自己累積不夠 原來 斷句很重要 應該是 這樣就意思更明白 你看 他說就時間而言 然後我們Intern of貼上去 你看那麼多選項 既然是在表現方面 在 後面這個東西的方面 就他的意義來說 就他的詞彙來說 不是用其他行別的詞彙 因tern of 就 藉由 一個複合行別是 一種 就其他 行別來定義的啦 就什麼而言呢 就其他行別 來定義的 就什麼來 就什麼來 就是Intern of 是不是 就什麼來 而就是來嘛 前面你看中文學好 碰過多少次 也就等於而就等於來 而來 對不對就是 就其他行別 而來定義嘛 一樣嘛 額言 不要額言 你就知道中文和英文 為什麼 學中文英文很強 中文或額比翻 他的拘律在這裡 他就是 自己中文不好 他不知道 額通來 通意 這時候當然用來翻是最好 那你要 堅持用額 可以啊 額來 不要額言嘛 這時候你說 就其他定義 額言當然不通嘛 可是就其他 對不對就其他行別而言是不通的 就其他行別而言是不通的 來定義的一種 所以這裡的In 就是 看到沒有你可以 我們剛沒想到這個是我們英文能力差對不對 你想到了可能比我們還精通 你英文能力比我強沒錯 可是又怎麼樣呢 你能翻成這樣嗎 你就翻不出來啊 這問題出在哪裡 你不知道來 舊什麼而言就是舊什麼來說嗎 是不是 舊什麼來說不是嗎 是不是可以翻成舊什麼來說 舊時間來說 舊表 在舊表現方面來說 是不是 舊時間方面來講 來是不是就額 講是不是就是言 你就知道為什麼翻譯爛 他就是中文不夠好 不夠透徹 透替 對不對 這個透替 晶瑩透替 我們已經中文快要變成晶了 常立老和尚說他什麼 還有謝家晃醫師 他的得意弟子 這也是了不起的人 這位謝家晃醫師 是個師兄菩薩 今天 看到正德 師公大會 哇捐了幾千萬 然後 台中醫院前面的那個 藥師佛 他又 1000萬 他就捐了500萬 有錢富貴 富有長者 又可能不失 這個真的 然後更厲害的 我跟你講 更厲害不是這樣 他不光做財供養 內財供養 不光做外財 他說內財供養 和法供養 我這一次去正德台北分院 他每次 和尚講課前 他可以把上一次講的 真的 我都辦不到 可是他講 可是我們還有記憶 知道他講的都對 他把他農所講的要點 老和尚講了什麼 真的是了不起 有幸跟那些聖賢人 同事 黃麗老和尚或者 謝家黃醫生 讓他驚慌老法 不用說 稱他們聖賢我是幸福 絕對不是捧他 或什麼 迷信 盲目崇拜 我心誠樂福的稱他 這絕對是聖賢 我們不要把聖賢 標準提太高 可是真的可以 以一個凡夫生 我弟凡夫生 他們絕對是聖賢經濟 了不起 絕對不是幫他 你看剛剛 常立老和尚 我們才說他 五師課怎麼樣 都是就事論事 絕對不是 人家甚至套一句 神語叫俠不言語 可不能這樣 你這個俠太可怕了 俠太危險 畢竟語言這不是 可以等 可以親呼的東西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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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引吞耳就是 就什麼來說 就什麼 引吞耳就是 就 什麼 來 怎樣 對不對 對啊 或者就什麼 來就等於 耳 就等於 以 這是中文能力的問題 中文能力不好好學 你怎麼知道來就疼耳啊 你看我們石敬秀就講了 多少遍 對不對 這以的時候我們翻成來 來怎麼樣 以又通耳 講N遍 隨便拿一個教材可能都 啊 沒時間去看那個人 不行 這個檔案都在嘛 我們石敬秀都在 不信去驗證啊 所以他就是 這個 复合行別就是 是 就是意思 定義 怎麼樣的定義 就其他 類別來定義 就其他行別來定義 所以他不是本身定義的 所以他叫 复合行別 這個复合就是 剛講他其實是make up 他其實是make up 用另外一個顏色 就是這個嘛 define 他其實就是make up compose的意思 其實就是make up compose 組成編譯 那這個 indite 應該是indite 應該念indite indite indite indite的編轉 剛才英文可能比較文雅的 含用字 對啊 他就是編轉 你看 把它編起來 對不對 像寫作文把它編起來 compose其實就編啊 不要變成是兩個東西合在一起 花這個時間就是我自己也要釐清 你看他翻成什麼 然後 是以其他性別來 這個就對了 就就是以嘛 他這裡 所以可見他這個 黃明偉堅 他畢竟是翻譯家 對不對 In turn of 絕對是 懂的 他這裡是對的 以其他性別來定 就就 我只把以改成就嘛 就不就等於以 對呀 以什麼 那這又通以 你說這當然以同樣是一個以 意是不同 對不對 這以是額的意思 是因為他的聲音 以和額可以通 通假 所以他這裡是連接詞的 或者副詞的以 這裡是動詞的以 對不對 你看就其他性別來 定義的一種性別 對啊他這裡講得很好 符合起來是以其他性別來定義 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叫 符合 以什麼來定義 不就是make up嗎 對不對 就把它make up compose indict起來 很棒 這個給他彪彪彪 翻得很好的一句 完全 這表示他 中文的底子我不敢說 證明他中文底子好 可是他這裡真的翻得好 至少他英文底子 絕對 不為什麼前面那應該都比物啦 怎麼會 後面變前面 前面變後 有沒有 前面我們紅標才 黃色方 那個螢光筆 紅色色塊才標示 符合型別 符合型別是以其他 型別來定義 的一種型別 就叫符合型 只要是用其他型別來定義的都可以叫符合型 不是把兩個拼在一起 有沒有 湊在一塊 拼在一起 你看 拼在一塊也有啦 可是常常是 拼在一起比較常常用 你看果然都是 115在干擾 indeed indeed 那是標音 音標怎麼好像是indeed 好 很好 一個符合型別是這個一個就不用講 符合型別是 所以你看英文和中文的習慣不一樣 你不要說呆呆的一個那你這翻的就不夠中文味道 沒有中國人的味 懂不懂 你看這個語言 真的很微妙 所以人家說 字愛字 字 哲學是愛字之學 字 學問之王 可是真正的學問之王 所以哲學裡頭為什麼有語言 語言哲學這個字盤 語言才是真正的學問之王 哪一個學問即使哲學本身也是要靠語言去施加 你看有名的海德哥他都有 我中文放林中路 中文放林中路 中文放林中路 這我好像沒有買 馬丁海德哥 重要的 重要的 晚年最後一個等於是他的總結 靈是指什麼 路指什麼 當然 路是通往我們思想 靈就好像什麼 語言的裡頭一些奇異 靈和路都是表示語言用來洗鼻玉靈 這個人格好像有點問題 跟納粹是沒有關係 可不是說沾上納粹就不好 我是 之前有了解他 他也是有點真人格上有點爭議 人啊為什麼就不能做一些點完人呢 我雖然 我只是會打手槍來抗A片 對信賴 可是我不是 去侵犯人家或喜歡中語的 總是 其實我 後來比較認識也 其實我即使在做這些都是有一種愛的成分 所以我想我們這輩子 甚至修行可能不會 這也不妨礙嘛 因為我們不是去 重慾 那我們修行也是為了大愛 而且重要的是不執著 我也不會沉迷執著在這個心愛裡 至少不會像 有些人貪污啊 或者靠詮釋啊 有時候 便捷啦 這個是 像這個性愛是我們個人的問題嘛 所以我們去印象別人 Language 就是 C++让我们定义我们自己的类型别 是藉由定义类别来 定义我们自己的型别 这个程式库呢 用这个型别这个机制去提供一组一系列的 更高层的抽象的像Io和Stream的这个Ti 高层抽象的一些型别 这个高层也可以翻成高阶 高阶语言、低阶语言 就是离这个机器 所以这叫Foundation 这不是说基础你要知道 它还跟这个有关Machine 对不对 represent on the machine 这就是低阶的,比较低阶的 那这就是更高阶的 相对于这个 东西来讲In-Hand-Chair 当然那个Stream-Hand-Io就是比较高阶多的语言 这个语言就希加了 让我们藉由定义类别来定义出我们自己的型格 这里翻得很好 程式库使用这些类别机能 或者机制 对不对 程式库 用了希加加提供的类别这种机制 来提供 一组较高阶的抽象车 例如Io、Input、Output或者Stream的这种形式 这没有例如啊 它这个Suchers 它把 Abstraction就翻成抽象车 它翻成抽象车 较高阶的 因为我们中文语境 大家都翻高阶、低阶没有 高层 高层你以为是正字的那个高层 对不对 党正高层 Abstractions 抽象车 这一样我们就 放到我们的 城市设计的词库里 我们都用单数就好 Abstractions 我们都用单数就好 Abstractions 我们都用单数就好 Abstractions 被定义的词汇 这一张定义的词汇 这一张所界定的词汇是 Address Number By 一个Number By which By一定是后面一个动词的界隙词 这种Number是什么呢 Aby的一个未言组 Immerally 在记忆体里的一个未言组 可以被 Found Found Foundby 可以被找到的 位置就是一个号码 一个数字 一组数字 记忆体中的每个未言组都可以透过这个号码被找 他这里翻就完全不 屈素于原文 对不对 而且翻得更中文口语化 对不对 对啊没错啊 可以被找到 记忆体中的未言组 对不对 我可以透过这个号码被找到 诶 透过这个号码对不对 Can be fine 你看我们刚刚英文 所以我说这个 by is found 这个动词by没错 他 什么东西can be fine 我刚找错主词了 是这个未言组可以被找到是借由这个 汇取 就是这个号码 对不对 他这里翻得完 可以透过 就透过了 借由透过这个号码 文言组在记忆体的位置都可以透过address的被找到 他这里翻得也不错 我们就用他就好 我可以透过这个号码被找到 一个外言组 我就可以透过这个号码被找到 翻得很好 一个号码 一组数字 你看他原文没有额啊 他就翻一个 这个已经中文化 或者可以说一组数字 翻一组数字好像比较 一组数字好像比较对 只有数字吗 难道没有其他符号吗 我怎么记得好像lx 可能是16位元 所以他那个s不是字母的意思 接下来 Alias Iteration 别名的这个宣告 Define a synonym 是同名 为了另外一个形别 定义一个同名字 Using Name 等于type Declare name 定义一个另外一个 为 某一个形结 定义一个同意词 然后定义的语法是这样 Using name 等于type 那就宣告了这个name就是 当作 这个type的一个同意词 那就懂 所以他是using name 使用这个 你看中文又不跟着英文跑 他说 这就翻得很好啊 你要讲出来让中文 使用 这个来将一个名称 宣告为另一个形别的同意词 是不是很清楚 对啊 不要照着英文 英文他 你要得意忘言嘛 他虽然没有说使用 可这里你不翻使用 哪里看得懂呢 然后 Arithmetics type 算术形别 Arithmetics 内键的形别 内键的形别 representer 代表布林值 还有 字元的值 还有整数值 character and floating 还有这个浮点数 浮点数的 数字 都叫 算术形别 Arithmetics type 算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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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thmetics 這個有什麼錯 好要改故事 Arithmatic 算壽形 接下來是Array Data Structure 是一個資料的結構 Array是陣列 這種資料結構會儲存 掌握住一個沒有被命名的物件的一個集合 然後這些物件是怎樣 是可以藉由一個鎖引直去存取的物件 這個段落第三章第五節 Section 就討論了這個Error 在細節上會討論這個 Array Array 詳細涵蓋陣列 你看這裡又拘泥於英文了 什麼叫詳細涵蓋 會詳細討論 這陣列一直是我一個迷失 所以我要給他收筆記 可見正列是一種資料結構 可見正列是一種資料結構 資料結構 然後他 這object 包括數字 總是儲存一些沒有被命名的對象 還蠻重要的 竟然是沒有被命名 這些對象是可以被藉由這個鎖引直去存取 Cover是指這個Cover的意思討論 詳細討論 或說明 我們說詳明 詳細說明 怎麼可以翻成涵蓋 接下來Auto是一個 Auto是Specify 還是 TypeSpecify 形別的指示詞 Nine deduce Type Variable 他會 推算這個變數的形別 從他的初始器來推算 從變數的初始器 來推算他的形別 指示詞 指示符 指示符這個起了 指示的符號 指示佔他會 指示詞 指示詞也可以 指示詞應該可以 背面好像翻成說指示詞 再來 Đirect 那是另外一個 指示符 或指示符 指示符 指示符 推定 用估算怕以為是 他會藉由 一個變數的初始器 來估算 或者推定 該變數的期益 是這樣 英文 英文就是這樣 藉由他的初始器 初始設定式 初始 設定式 Mensure 其實這不要加S 改一下 沒有特殊這個不是在講文法 單數就好需要複數才有問題 基本的形別就是在一個宣告定義裡頭的 基礎形別 是一個形別的指示詞 指示符也一樣 跟前面那個Auto也是 Type Specify 所以這就知道Type Specify有幾個 有Auto 接下來這個是什麼 Best Type 當然不是寫Best Type 等一下我們再把它裸列出來 就在這個定義裡頭 一個Definition裡頭 Possibly Quantified by Counts 可能會被 Counts的這個Quantifier 先進入 看他是不是常識 然後這個是 那是Precede Precede好像是代頭 冠語對不對 可見這個Lat是Counts Counts一定是冠在這個宣告的最前面 那這個Lat當然可以表示這個啦 這個形別指示符 是冠在宣告最前面 沒錯 可是呢 他可能又 被Counts的冠在他的前面 Prec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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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基礎形別是提供了 一般的形別 這個形別是 宣告 單元 在一個宣告裡頭的 宣告單元可以被建置起來的那種形別 一種通用的形別 一般的形別 Beat on 行別指定符 我們是翻證指示符 指定 中文版是翻證指定符 然後他是 可能會由Counts進行 資格修飾 你看他資格修飾 這個也是英文沒有 所以他有時候還是會顧慮到中文讀者的 語境 語言環境 對不對 跟在一個宣告中的宣告器之前 為什麼要跟在一個 一個灌在吧 對不對 灌在一個宣告中的宣告器之前 灌在宣告器之前 然後 灌在一個宣告的宣告器之前 然後他後面竟然沒有翻 後面這一區他竟然沒有翻 這漏翻 Best Time 78月沒錯嘛 這隻漏翻 是 讓我再次見 一個人 在一起 基础 行别 基础行别 提供了一种通用的行别 这种行别 是 宣告 一个宣告理 宣告当元 它是翻成什么 Decorator 它是翻成 宣告器 不是一个宣告器 好多 这种行 这种行别 是一个宣告理 宣告单元 可以 建置起来的行别 或者会 可以或会 或是将 将要 Can Can build on 这个通用行别 可以能够 他不是 Building 对不对 他可能是用Building 就内建的行别来建 所以这个 行别都是用Build 组成建构起来的 建置起来 这一句竟然漏掉翻了 很扯 所以你说你能够碰到几个像我们这种真的是精读 就像这里拿一个放大镜给你看 你见过漏掉翻一句话 接下来Bind 细节翻这样 Association name with the Given entity 将一个名字跟他 跟一个被给定的这个实体关联起来 这样做呢是可以让 这个名字的使用 这样做是为了 对这个名字的使用就好像就是 对 他底层实体的那个东西操作一样 这其实就讲参考 例如 一个参考 就是一个name 这个名字是 细节道 就是他这里提的name 一个实体 Entity这里是变数和对象物件 来来 将一个名称关联至一个给定的实体 使得用到该名称的地方 实际上使用的是那个底层 这里翻得很好 Anderline entity 举例来说一个参考就是细节字一个物件的 一个名称 这里翻得不错 你自己看我那个实心秀下来 批评的是我可以批评的 好就好 有没有任何的接地 这也讲了n遍 我们不是自选自己吹 可是问题我顺手真算什么 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少 我们一般都是看到讨厌一个人 全部都不要 对不对 以偏概全 喜欢一个就好像 他的缺点 就好像我们前面提到长律老和尚 有几个人敢跟他讲说 无事 连我在当场听的时候 我也不一定 因为我跟他还不熟嘛 只要熟了我一定 不会隐晦的 第一个我也不了解他可被接受 我怎么会主动去跟他讲老 老和尚你无时无刻都用错 不过你才不懂 你人啊 就是那么难 可是我们才不够 我们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会这样 我们这个人是这样 乌气骂糟的呢 乌烟瘴气 一定是是非非嘛 干干净清清清白白的 我也这样 我怕这个我这个充电不够快 可是我这个小米的 行动电源应该够快 可是 他这个一定是 Sony手机他自己的本身的问题 他就是充电来不及 像我们现在使劲 那个 直播的耗电的速度 现在还有多少时间 其实 休息一下我也可以 哇只剩30%也差不多 38% 我想他也来不及充电 之前就试过 这一集真是够本了 差不多 然后 byte byte是smallest最小的一个 可以被存取位置的单元 在记忆体中最小可以被 位置 定位 定值 定 有一个词叫定值 决定确定 定位 他那位置的能源 最后 有一个认为 byte是 在大部分机器 一个byte就是一个八个 位元 一个位元组就是一个八个位元 位元组 记忆体中 可定值 的最小单元 最小单元 我们都读对 在大多数的机器上一个 位元组都是八个位元 class member part of a class 就是 一个类别里头的部分 叫class member 类别成员 那compose time前面提到了 Attire letter is defined in terms of another time 他是就另外一个 行别来定义的 对不对 这也很好 这我们并到前面这里一起来 两句话好像是一样 同页 compose time Attime 意思attime 是一个行别 that is defined in terms of another time 连他这个都用一样 还是就其他行别来定义 拿得开 全都一样 一句话讲两点 只不过把 那个什么 1 改成了2 对不对 意思1 是2 这有不同的 好 接下来是 Const 一个 行别Qualify 所以这叫Qualify 行别Qualify 行别的限定乎 行别的限定乎 这个有Count 所以这不是行别的指定乎 Specify 对不对 行别的限定乎 心别的指定乎 行别的指定乎 这是行别的修饰 包括Cons 是被用去定義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 是沒辦法去改變 如果你要定義一個沒辦法被改變一個就是Cons ConsObject 一個長子的物件 必須被初始化 因為 在他們被定義之後就沒有任何方法 可以改變他們的職業 然後 我們中文版應該不用去看了 確定了就不看了 然後Cons Point 一個Point Light is Count 一個長子 指針 Cons的指標 再來ConsReference 啊啊啊啊 Synonym for reference to come 它是一個同義詞 口語的 口語上是這個意思 他叫 ConsReference C Communications Coloquial Ton 参考的对象 他的本尊是尝词 参考 也就是参考的本尊是 长子 可以说长子行别的物件 对长子行别的参考 Counts Reference 是对Counts的参考 是Reference to Counts的通俗同意识 这个Reference to Counts 还忘记空半形空格 而且他用括号有点改变原文 Colloquial Counts Reference Colloquial Synonym for Reference to Const Colloquial Colloquial Colloquial是 这应该要设一个在 Google上面 Colloquial 那是翻成通俗 口语口头上 对长子参考 其实又是对长子的参考 Constant 常述印算式 常述印算式 Expression that can be Equivalent at a compile time 一个印算式它可以被评估 Evaluate 在编译阶段的时候被评估 就叫常述印算式 在编译时期被估算 Constant Express 是Variable Ladder 这是一个变数 这种代表了一个长子的 印算数的变数 就会用Constant Express 灌在它前面去 形容 这应该也是一个Specify 在第六章第五节 239页 CoverConstant Function 代表一个常述印算数的变数 在第六章第五节会 旁盖 Constant Express 会讨论到 所以它都用旁盖翻译 习惯 239 第六章第五节 第二段 6 3 239 对 这里是78 这是239 Constant Express Constant Express 转换 Conversion 转换 就是 whereby 一个行别的值 这程序是用在哪里呢 用在辉尔毛 是用在一个行别的值 给它转换进入成另外一个行别的值 这个程序处理 这方面的处理是用在 某个行别值被转换为另外 另一个行别的值的过程 它用过程 Whereby 它就没有关了 然后词语言就是C++ 定义了conversions among the building type 它对内建的行别 内建行别之间有定义了一些 转换的方式 Data Member 资料成员 Data Elements Data的资料的元素 这些元素是 Consistute and object Consistute Constitute 构成组成 这些元素组成了 这是复数嘛 所以这个是动词 比较S Constitute and object 这些元素 构成了一个物件 每个 类别的物件 类别的物件 都有 他 自己 对类别的资料成员的一个副本 Data Member Constitute may be Initialize when declare inside on 在这个类别里头 定义 或者Declare 宣告这个资料成员的时候 它是可以被初始化 这里头讲到classin Initialize 类别里头的初始器 类别里头的初始器 是在哪里提到呢 对 73页提到 中文买73页 类别内的初始器 Inclass 不是classin Inclassin Initialize 在新标准下才行 就是C加加11以后 然后 资料成员可在 类别中宣 你看他翻成资料成员可在 于类别中宣告始 被初始化 可见那个在汉语 他一定多了一个字 应该说 资料成员可在类别中宣告始 也不对啊 资料成员可于类别中宣告始被始始化 应该翻成资料成员可在 该类别 宣告始 就将他初始化 这样比较清楚 这个不行 在于一定重复一个字 再有 这本书问题不少啊 希望他改版的时候 有听到我们的意见 我们人为言情随便 我们没有智慧财产群 也无私你瞧不起我们 我们当回生到随便 没省事谁省事 Declaration宣告 Assert Assert Stay 一个宣告 宣称 Stay Affair 宣示一个 事实 或一个情况 或者相信一个 很自信的相信 和 强迫性的 断言声称宣告 As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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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势 宣告 断言 宣称 一个变数的存在 或者一个 函数的存在 或者一个 行别 或者一个行别 被定义在 其他地方的 被定义在其他地方的行别 当然你要用它你要给它一个宣告 所以它是一个宣告 是宣称 一个变数 函数 或者是一个定义在其他地方的 行别 存在的一个 乘数式 一个宣告 然后 Names may not be used until they are defined or declared 这个名字呢 不能被用 在程式使用 不能随便用个 这应该就是 Identify 识别像 任何一个名字是不能被用了 在他们还没有被定义 或者被宣告之前 没有被定义 就识别像未定义啊 你也是不能随便用一个名字在程式中 名称必须在定义或宣告之后才能使用 接下来是79页 8点半 对 Decorator 宣告器 我会是 我会用他 宣告单元 宣告子 孩子 这个子就一部分吗 A part of a decoration 这是宣告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 这个宣告是怎样 I include the name being Let 宣告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包括了 Let是带这个整个 不是带宣告而已 包括了这个 Name being defined And an optional type modifier 一个选择性的 行别的修饰符 宣告器 这一部分是包括了一个 被定义的名字 还有 选择性的行别修饰符 一个选择性的行别修饰器 一个宣告中包含被定义的那个名称和一个选择性 行别修饰器的部分 Decletype Type Specify 行别的 指定符 所以Declify Type Specify 前面才说要做这个 对不对 还有Cons 那前面这个呢 那前面这个呢 Style Specify 所以Declify Specify这里又多一个了 是什么 Becletype 它是相当于 相当于Auto 这个是确定我们常用的叫Becletype 这个推测,这两个都推测 Becletype 对不对 它是一个行别的指定符 这个指定符是 Decletype of a variable or an expression 它在评估Expression和Variable的时候效能是不一样的 前面有试过 好像把它 加在刮符里头是这个吗 对,没错 对不对 变述说加刮符的话 他就一定是参考,参考一定要被初始化 因为不能有幽灵参考,参考一定不是本尊嘛 你不够要初始化就不知道他本尊是谁 那你就参考再参考杀 对不起用俗字杀小 这行别俗字符是可以去推定推导 它翻成推导阳号 一个变数或一个运算的行别 是什么 然后用来 可以说用来推导 Default in 预设的初始化 一个物件 被初始化 是如何被初始化的 当 没有明确的初始期 当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初始期的时候 一个物件如何被初始化 那就叫 Default initialization 默认初始化 Default initialization 只能念一遍 Default initialization Initialization 然后呢 Default initialization 物件 类别 行别的物件 如何被初始化 是 类别 来决定 来控制 这很好 我觉得这里要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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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别 或者執行個體 如何被出使 是由 該類別 來定義的 或者規定 他這也是用Ctrl我們當然 你不要說該類別來控制的很奇怪 中文那樣 然後 內建形別的物件 如果被定義在這個 全球的 全域的這個區域裡頭 範疇裡頭 他是被出使化 是零的 內建形別都是出使化 是被零只要他是公用變數 公用物件 Lows Define 那些 Lows代名詞當然代這個 內建形別的就代這個整個 是找對詞啦 是代整個 所以你說 九陽神功好不好用 隨便 所以我們沒有離題啊 你還以為我在教國文怎麼跑在這裡 你看這個你看我的教材是不是都在用 隨便 然後那些內建形別的 物件如果是定義在 區域的範圍裡頭 就是 這裡的意思是規則啦 什麼叫預設出使化 如果是在公領域裡頭被定義的 那他就是 出使化就一定都是出使化 如果是預設出使化都是出使化為零 那如果是在私領域或者 區域領域裡頭被 出使化的話 And have undefined value Defined 定義在區域裡頭 的這些內建形別的變數 他也是會被 被出使化 而且 不但R是對這個 連接詞 R就是這些東西 他們會有 沒有定義的 值 所以 你還是要給他一個 Initializer 沒有定義的值可不可以用 還是不行嗎 出使化等於是假的 有跟沒有差不多 預設出使化 如果是定義在 安全域範圍的gogos go 就會被出使化為零 定義於區域範圍的 Locos go 則 不會被出使化 具有未定義的詞 不會 啊 啊對不起 不會被出使化 哈哈哈哈 啊 不會被出使化 所以我說那個出使化 那個出使化是假的嘛 啊 拜託 不會被出使化 然後有一個未定 就是 就有未定義的詞 也就是區域變數 他不會幫你預設出使化啦 預設出使化 只有在 global score的時候才 公領域 或全域才有效 對不對 如果在私領域 就無效 global 我全域範圍 拿Local 叫區域範圍 Locos go 區域範圍 私領域 私領域 公這裡公司是說他這個區域裡頭私家擁有 公司是整個城市 整個應用城市都可以引用 都看得見的 Visible 他曾經有用過這個Visible 區域範圍沒有 我們那個 權益範圍有 然後公領域私領域這個 一般詞就有了 我們那個 公領域私領域 我們那個 公領域私領域 我們那個 公領域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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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有沒有重複 預設出手法的規則 是這樣 然後 然後 Defination定義 Alocate Alocate storage for 變數 of a specified time 一個被指定的性別 and optional initializer 選擇性的看你要不要給他初始期 這不是初始期 有沒有初始化這個變數 定義裡頭是可以選擇性的 看要不要初始化 然後呢 可是一定要Alocate 儲存配置 分配 Allogates Allogates Allogate 不是Alocate 因為他是 他其實明明就是Alocate嘛 Allo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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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我不相信 其他資料 Alocate Alocate 又跟我講沒聲音了 啊 啊 回了 要重開機 真的又沒聲奇怪 怎麼會這樣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別的方法 不要重開機可以讓他有聲音 虛擬電腦又沒聲音 好我們正好休息一下 這個我看他電源還剩多少 你看24剛剛30集我插上電源還24 好那 臉書這一集到此為止因為快沒電了 阿彌陀佛少召越多念頭 我們一起讀懂事就先暫停 阿彌陀佛我們繼續 要衝刺了 今天結束了 希望我們第二章可以圓滿 欸快了 不是拿這個 他都會跑掉奇怪 欸怎麼跑掉那麼多 Defination Allo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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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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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指定型別的變數的儲存 一樣名字還沒有被定義或宣告的時候是不能被使用的 Refination Refination 為了為止定了形別的一個變數配置儲存空間 它在這裡翻譯這個是對 並且選擇信的進行初始話 名稱在定義或宣告前不能使用 在這裡翻你的聲音 for 為了一個指定型別的變數 配置 Storage 當然是指記憶體的出現空間 這裡它對definition翻得很好 可見我們在做definition 動作就是怎麼樣 叫Compiner 請你幫我在記憶體配置一個空間 我要儲存這個Name Name只是只要是名稱 還沒被定義或宣告前都是不能被選掉 不能被使用 這叫轉域序列對不對 有人是說逃位字緣跳脫字緣 這個我要加強一下印象 轉域序列 轉域序列 ESCAPE 它能夠把這個ESCAPE翻成轉域也是很不簡單 現在可以把這個ESCAPE翻成那個 可以把這個ESCAPE翻成那個 可以把這個ESCAPE翻成那個 我們鍵盤左上的ESCAPE 我們鍵盤左上有ESC就ESCAPE 為什麼不能讀 E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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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or control Breaking free 從一個控制中得到一個 間歇性的 間歇中斷的一個控擋或自由 Break with Down Conform Conform 他意思是逃脫控制 Scape 那這裡是要什麼控制就是命名的控制 對不對 轉意把意思轉掉 因為有些 關鍵字他 在那個 西加拉斯 Identify 識別項是不能去用 那你要怎麼樣 在程式中敘述的一些東西 就是用一種 逃脫他被控制 你翻證轉意是很好的 我不知道他怎麼會想到這個字 從這個來的 反轉 Authoritative machinism for representing character particularly particularly for those without paintable representation 表示是前面講過 沒辦法列印出來了 特別 是對那些沒辦法列印出來的那個表示式 然後呢 一種 轉換 一個 為這些能夠表達的這個字緣 轉換他機器碼的類似 表示字緣的替代機制 這是機制人嗎 啊對 不是機器 替代機制替代方案 for 表示字緣 他是翻證表示字緣的替代 representing 特別是無法印出的那些 特別是沒有印出前 就無法印出的那些 and escape secret secret 你看逃脫序列 逃脫序列 轉譯序列 escape sequence escape sequence sequence 逃脫序列 轉譯序列 escape sequence 一個 逃脫系列 或是轉譯序列 他是 一個backslash follow by 一個反斜線 然後後面跟著一個 字緣 字母 跟著一個字 3 of fewer octodigit 三位或者更少的 8位元的 8進位的那個會員組 或者一個xfollow by has a decimal number 一個16進位的數字 前面關一個x 後面接的16日元組 這是講反 轉譯序列的一個 要怎麼樣做表達 寫作的一個語法會形式 表示字緣的替代機制 特別是沒有印出形式 無法印出的那些 一個轉譯序列是一個反斜線 後面跟著一個字緣 3或更少 8進位的數字 Digit 14數字 那我們現在翻成數位化 Digital 數字Digit 大陸翻數字 如果道理 或一個x後面接著一個16進位的數字 Number Digit Number 你看他中文那個翻數字 Hexode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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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school 全域我们前面讲公领域 the school that is outside all other school 在其他的范畴之外的都叫Global school 在所有其他范畴之外的范畴 Hedergard就是标头守卫 Reprocessors, variables, used to 所以你看 但其实标头守卫就是那个玉处理事 前置处理器的变数 就叫标头守卫 就是前置处理器的变数 这种变数是被用来 防止一个标头 防止他怎样被 引入 被多次引入 对啊你看 奇怪他正文没有讲那么清楚 对 不会被另外一个档案引入两次 不会被另外一个档案引入两次 对吧在单一个档案里头不能超过一次 用来避免标头在同单一档案中被引入超过一次的前置处理器变数 前置处理器 前置处理器变数 定义就是用紧后 然后define 这个关键字 这个指示器 来定义 一个识别项 识别之后 识别项 有区分大小写 构成一个名称 识别之后 识别项 有区分大小写 识别 或者识别字 本书是翻成识别 Identify 者 有没有人要加S 识 Camera diz 他竟然可以唸 前面那個 identifier identifier 剛剛才提到的 類別內的初始期 Initializer provide I 被提供 被提供 是這個宣告的 在一個 類別的資料成員裡頭的 宣告裡頭的 被提供的一部分 宣告裡頭被提供的一部分 這個初始期 在這個 In class initializer must follow 這個 symbol all be enclosed inside curry braces 對啊 他不能用 不能用括號就對了 他一定要用 那個 大括號 花括號或者 用等於 不能用 我們前面學過的 是可以用 原括號 作為一個類別的 資料成員是宣告的 一部分的初始期 類別內初始期 必須跟在一個 等於 五號之後 或 圍在 大括號內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初始期 它其實是指哪個方面 是指 等於 排除掉等於 因為他說 它跟在等於後面 對不對 等於的那 右邊 那個才叫初始期 不是整個 等於的左邊也叫 不是 等於的右邊才是初始期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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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講 因此可見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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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一個名稱 在一個 現行的這個範疇裡頭 可以被看到的 就叫因此 就是在這個範疇中 目前範疇中 看得到的名稱 就是有作用的名稱 看得到就可以被用 看不到當然不能被用 Initialize 而 一個變數 一個給定的電數 當這個變數被定義的時候 它被給定的一個初始的值 就叫Initialize 然後變數通常 要被Initialize 意思就是你也可以不Initialize 可是問題是你在用它之前 決定要Initialize 只要沒有初始化的變數 你用它很可能會有問題 當然有時候好像也沒有 因為它前面有一個 Default Initialization 初始 預設的初始化 Innerscope 前面才Inscope Scope that is nesting Inside another scope 叫Innerscope 潮狀的內牽的範疇 一個範疇在另外一個範疇裡頭 就叫Innerscope 內部的 內層範疇 內層範疇在另外一個範疇中的範疇 那 Integral type C Arrhythmatic type 去參考這個算數型的行別 這個是整數型的行別 整數型的行別 Integral ty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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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nitial 這個就是序列初始化 剛剛才講它這個可以大括號 就是它就是在談序列 這個 串列初始化的時候 你到了一個形式 一個初始化的形式 這種形式是怎樣的 用大括號去把它包起來 Inscope 把現在真理懂到現在才真的懂初始器是什麼 初始設定式 把初始始或初始設定式 一個或多個初始始或初始設定式 把它刮起來 用大括號刮起來 這種就叫 串列初始化 This initialization 用大括號刮起來 注意啊 不包括等於啊 直接用大括號刮起來 串列初始化 用大括號 將初始始刮起來 將初始始刮起來 的表示法 一個應該說 一個初始化 是用大括號 將初始刮起來 的表示法 就是串列初始化 初始始始 初始始 我們中文可以這樣講 包括單一的和多數的 英文就不行 英文分單一多數要講清楚 他冠詞不能審 中文可以憨糊 那中文好處這裡是要有彈性 壞處就被人家批評憨糊 對不對 講不清的到底是怎樣 一個字就很憨糊 一樣我們把它加上 一樣我們把它加上 怎麼會 一定是沒有做 Fly Ballon包裹起來 program 串列初始化 我改 año 串列初始化 把全行控告 串列初始化 都附上英文 中文 英文才比較不會有跟你 英文不會 我跟你講這就好像 常曉 alguma和尚之前 一直批評 如果有中文的佛經 比如说像基督教圣经他们只有一本 然后佛教同样是佛说好几种说法 那你看这个是不是类似这样 英文只有一个名称 可是中文可以翻好几个 这没办法 因为原语源是他们 那佛经毕竟中文是翻译的 那圣经它是一脉相承 它原来也属拉丁或怎样 它就是一个版本 那当然 中文翻译的有人可能翻那样有人翻那样 可是当然这个是翻译的问题 另外一种情形是 不是翻译的问题是记一件事 这本经这样记那本经那样记 我是说这个很类似的情形 不要觉得 因为你这样看的话也觉得中文好烦哦 为什么要那么多名字 英文就是一个 对不对 你懂知其所以然 你就多一份谅解 体谅和理解嘛 不是说叫你原谅他缺点毕竟是缺点 而就是不要那么好像毫无理性的去苛责 或者甚至就是很反感这样就太过分了变成起烦恼起无名了 对不对 学佛不就是要去苛责不就是要去苛责 我说我看常立老老人在我非常赞 我觉得他烦恼好多就烦这个 一个学佛 你可以啦 做而无作 烦恼而不凡 就像金空老婆和尚他也说他要推行传统文化 这跟佛教的我们 对事情 要说 心上是一丝不挂 可是他们表现给我们看的是 他们怎么可能心上会一丝不挂 无智亦无德 我觉得这方面我做得比他们好 也不能这样夸口 因为我没那个缘嘛 他们有那个缘 当然该做一番大事 可是其实今天我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缘做大事 我真的会毫不在乎 可是你要我做 我讲个最简单 你看我本职教果文 你看我马上就要慈禧不干啊 可是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就 国文给你乱搞 没有啊 还是很认真很顶尖 你说有几个国文可以向我们讲得那么清楚 那么认真去对待 可是我们会不会执着说 我非要做个国文老师教国文 没有国文我就不行 没有 甚至中国文化国文消亡 我们也不会担心 对不对 啥都好 真的啥都好 可是当然希望他不要消亡 可是真的 没办法 我们建议他也消亡 没有 无所谓 啥都好 消亡也超好 成数坏空啊 哪 何非 何非道何非法呢 为什么直说余殿 一定要 那你跟凡人有什么两样 一定要保留那个成 永恒不变 不可能嘛 对不对 绿色的字面词 A value such as a number 比如说一个值好像一个数字 或者一个文字 或者 一个字串 一个 一系列字母的字串 这里可以翻成字母可能比较好 A string 字母的字串 串起来当然可能就是文字 一个值 一个值 比如这个数字 The value cannot be changed 这个值是没办法被改变的 2不能改变2 2就是2 字面词 对不对 Literal 所以你看我们前面不知道哪里 他就说 参考不能 因为参考主要就是要能够操作性 所以他不能 用字面值去定义一个参考 除非你是一个 前面讲指向常数的参考 Council reference 这样就完全理解 因为参考的目的 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参考 其实就要对你参考的东西做操作 等于是他们前面也讲过 参考其实就是 Alias 一个别名 对他所参考 他的本尊的一个别名 那你做一个参考 为什么要脱固子放屁面 那当然是希望做一个别名 不要直接去调用原来的名词 可是 完全操作是一模一样 那这样的话你不就是想要改动他 自卑他吗 前面好像不知道在哪里有提到 对不对 他有提到 你 言下之意你把他当参考就是要操作他改变他嘛 参考的目的就是这样 那你把一个字面词一个不可变的词 指定给一个 普通的一个 平白的 樸素的 原汁原味的参考 而不是一个 参考 不是一个长指的参考 一个指向长指行 别的参考 那是什么意思 根本就自相矛盾不合 所以才不合 所以这个很重要 字面词是没办法 当然顾名是A不能变成B A就是A 假如你这个A是表示一个字母的话 对不对 所以这个应该是翻成字母比较好 A mental and a moral 彩虹 Distingrate 这个是表人格 对啊你看 一个印出来或者被写出来的字母嘛 或者一个符号 所以character就是一个字母的意思没错 字符嘛 一个字的符号嘛 对不对 它那个symbol不就是翻 所以大陆翻字符就是想要把字母和符号合并 就叫字符 大陆翻字符 就是字母加符号的意思 字母和符号 对不对 取这两个字嘛 ch-ar-a-c-t-e-r嘛 那就是字符或符号嘛 它之所以叫字符 因为包括符号也可以叫一个character 比如说我们说ampersen 那个连字号 对不对就是 那个 参考用的那个符号 对吧 对不对 连字号 ampersen 又没声音了 别闹了 怎么会这样啊 有啊 ampersen amersen 这也是一个符号 或警号也是个符号 literal characters 字面 字面 值的这个 字符是 字面值的字符是用单引号刮起来的 ing single close 然后字面值的字串 是用 双引号刮起来的 然后字面值的 然后字面值的 呢 字面值得 如果说 Later L-I-T-E-R L-I-T-E-R-L 字面值的 字串 試用 雙引號 刮 刮起來也是很常用的事 抬起來 死起來 死起來防了少 少用 刮起來 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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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起來 刮起來 刮起來應該我們比較常用 這算是 這個字 不是 這個字不是 区域范畴 Colloqu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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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nonym for block 一个区块的范畴 口语的说法 区域范畴 就是区块范畴 通俗同意思 Block 区块范畴 Blocks Go Block 一块 Low Level Account 低层的这个 Accounts Accounts like is not Top Level Facebook Such Accounts are 这样的Accounts are Intergal to the Type And are never ignored 第一层的范畴 那时候B层的Counts 是不会被忽略的 R Integral to the Ty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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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别整体的一部分 所以一部分叫Integral Integral to the Type 行别整体的一部分 行别整体的部分 是不可或缺的 是不可或缺的 Integral to the Type 是不可或缺的 基層 這都政文沒有提到 是不可分割的 Member Passer 所以Member成員是一個專有名詞 它就是一個類別裡頭的部分 就叫Member 部分組成 對不對 Member就是類別的部分 就是類別的一部分 組成類別的就叫Member None Printable Character 沒辦法列印出來的文 那個字符 一個字符我們還是用字符翻 這裡大陸翻的比較好 字母加符號 它在湊這個名字 你字母的話就不包括符號 符號又不包括字母 一個字符 是沒有看得見的表達式 譬如一個控制的字符 一個退位的字符 或者一個換新行的字符 諸如此類 等等 沒有看得見的表示方式的字符 例如控制字符 例如控制字符 退位字符 和新行字符 None None Point 空子符 Pointer whose value is 0 不是O 對 7指為0的指標 None Point None Point is value 是有效的 但是不能被指向任何東西 翻東西就可以文件 但沒有它翻的對 沒有指向任何東西 它雖然是一個有效的 其實指針指標它本身也是一個 object 它這個是 object 指向任何 object 那參考它不是一個 object 可是它也可以指向 你這樣就會比較好理解 指針就是有一個實體的 object 指向另外一個 object 指向另外一個 object 參考也是指向另外一個 object 可是它本身不是 object 沒有實體 None Point Pointer Pointer Literal Constance 是一個字面值上的常數 這個常數是 Denote None Point 是標名 指名 表示意味 Denote 你看你們會斷句就知道事情結構 None是注意 None Denote就做那件事 表示 這好像Directive 那個D一樣 指揮的 指示 Directive Di開頭的D一樣 指示一個空指針 就是前面那個 它表明是一個空指針 是一個字面值的常數 None Point 表示None指標的字面值常數 Literal 常數 表示它也是不能被複寫 改寫 Can be changed That cannot be changed Liter 字面值常數 其實常數本身就是不能被寫的 然後 object 這個很重要 對不對 跟class一樣 跟class息息相關的 Origion of memory 是記憶體的一個區域 所以你 宣告一個Object 或Variable Variable 就是Object 前面提到沒有嚴格區分的時候 這個區域是有一個形別的 Region是區域 一個變數是一個Object That has a name 一個變數就是一個物件 具有名字的物件就叫變數 Tü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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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名稱 對不對 或者可以說名字的物件 或者我們說翻成東西或大陸講的對象 對不對 大陸翻成對象 那沒有名字的 或者包括有名字沒名字都可以用object來涵蓋 意思是有明確名稱的就叫variable 是object他在說物件具有一種形別的一個記憶體區域 一個變數則是 具有一個名稱的物件 具名物件 對不對 就是具名物件 name 被命名的object 然後我們的英文竟然有這個程度就是 就是 variable 2912 2192 variable 被命名的 具名的 那種 接下來是 out a scope 在區域外 在範疇外 scope lighter incrose another scope 外部的scope 就是一個範疇它是包含吃下的另外一個範疇 在另外一個範疇外面的就叫outorscope 包含另一個範疇的範疇的外層範疇 那 pointer 就指針 object 你看是一個物件 that can hold the address of an object 它是儲存存載一個物件的 位置 前面講過一組數字 代表這個記憶體的 那個位置在哪邊 the address of one has the end of an object 這個位置呢 one s 所以我就不知道這應該是有一點 騙魚的 智慧能力不足就好 這很好 表示什麼 指針果然就是一個物件嘛 我們再加強印象 雖然現在應該這個印象 然後它會 而且指針 會與其他 物件 位置的訊息 位置的訊息 對不對 只會記錄 其他位置的訊息 對不對 你看我們這個做中文化的翻譯 然後 然後 the address of one past the end of the object Ozero 我怎麼看 持有一個物件的位置 超出一個物件結尾 一個位置的位置 或0的一個物件 An object that can hold that 這個物件是第一個情況 可以持有一個對物件位置的儲存 然後呢 一個物件 指針是一個物件 That The address one passed 這個位置是怎樣呢 1是帶這個 應該是帶名詞 這個位置是 通過這個尾端 一個物件的尾端的位置 對不對 超出他是超出 我們是翻通過 Pass 超出一個物件結尾 一個位置的 位置 或一個0 因為 Point也可以是None Point 前面有空指針或0指針 Zero Zero 零 他前面用阿拉伯數字的零 這裡用英文的零 我還是習慣叫指針大洛犯 一種是對一個物件的 第2個是 通過 然後這裏是說超出 結尾 位置 的位置 記錄了 通過超出 一個物件結尾位置的位置 第3個是 空的指針 零或空的指針 是零或者空的指針 它不指向任何東西 它本身還是一個pointer pointer to const 指向 長指的指針 Pointer to const Pointer that can hold the address of a const object 它可以 承載抓住 記住一個長指物件的位置 A pointer to const may not be used to change the value of the object 對呀當然啦 一個指向長指的指針當然就不能被用來改變這個 他指向的物件 的那個指嘛當然因為他指向的是長指長指不能被改變 那這裡翻成是 對Cons的指標 能夠存放一個Cons物件的位置的指標 對Cons的指標 不能被用來變更他所指 的物件的指 沒錯 這裡翻成他所指物件的指就好 這就是不懂你知道嗎 這個鎖就有 形容詞的意思後面他要叫鎖子的 對不對 中文不好你看這個 中文你說重不重要 你除非不用中文嘛為什麼他必修 79月同一夜吧 超出一個物件結尾的一個位置 或0的一種物件 對Cons的指標能夠存放一個Cons物件位置的指標 對Cons的指標 不能 你看 不能被用來變更他所指 物件的指就好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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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變成 他所指物件的指 所指就是被指的嘛 這就是對所不懂 才會造成的翻譯 對不對 這就是中文稱對所不夠明來才會 造成的翻譯 你就知道這個德可以那麼多德幹嘛 對啊 很明白嗎 對Cons的指標 不能被 這樣的指標是對Cons的指標 這樣的指標是不能對 被用來變更他所指物件的指 不是很清楚嗎 所指的物件的指 呃 唉 所以中文能力 重不重要 所以啊 他們也有可能是否 好嗎 誰呢 不會 好嗎 然後呢 把這間指標 炷了 看 說 可以嗎 可能就在做刀兩條7 查這好歷勢之天 高下立判 不怕不釋禍就怕破比貨 就像作文一樣 一字是查 先生之風 山高血長 先生之德 山高血長 把德改成風 又一次之殺 但終於就拜佛嘛 好像是王以稱給他的 建議是不是 對啊 故事是哪裡啊 一字之名 應該會講他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羞恥的典故故事 喔 李泰伯啊 李購啊 窗前拿給友人 李購 李購是泰伯嘛 北宋 北宋中期 哇 你看他自己哲學初靈竟然做文章在這裡 李泰伯 李購 這購你看自行結構換部手 換成木部你一定會念啊 購啊 換成岩部是念蔣啊 雞七七轉 各科喝 他不念李蔣 他念李購 你換成木部是不是結構的購 我們才說資料結構 這就是很有名的典故 一字之殺 我們這裡也是啊 有沒有的 中文程度高下立判 因為你就是對鎖 你看我像我那個學生菩薩 我知道的鎖以人生不同嗎 當然不同 是不是 英魂不散 到處都是鎖 前面我們才說以就是來對不對 欲處理事 或前置處理器 在西加加的城市裡頭 在編譯的階段 編譯的時候作為一部分 的城市 在編譯的時候作為一部分 在編譯時執行的 那一個區域 那一個區塊 的城市就是 Prepositor 前置處理器 作為西加加 城市編譯過程 一部分而執行的城市 這裡翻得很好 Prepositor Variable Variable managed by the prepositor 這個變數是 預處理器 是或者前置處理器 去管理的 管控的 操作的 由它來管 Prepositor 會把 每一個 Prepositor的變數 取代成 它的值 在我們的 應用程式 在編譯之前 它就會把 前置處理器的變數 取代為它對應的值 前置處理器所管理的變數叫 前置處理器變數 那前置處理器會在我們的層次被編譯之前 以對應的值來取代 每一個 前置 處理 器變 這裡翻得是非常好 前面才叫它中文 這個沒有中文層 你看我翻得都沒它好 它這個 所以 我以而以又出 以對應的值來 以什麼來 以和來剛才講 有來 以可以翻成來嗎 你看還可以以什麼來 其實就以什麼以 中文好玩啊 語文好玩 不是光中文 這裡是英文啊 還有西加加語文 你看它 不行的就不行 這裡翻得好 就是翻得好 以什麼來 很好 參考 參考 你看 直接就定義參考是別名 對不對 直接簡單的定義就是 可見參考簡單的定義就是別名 一個物件的別名就叫參考 來 來 間接 ALEA 對不對很ALEA 這個ALEA是這個別名綽號 對不對就是 對 某個 物件的名 就是某個物件的別名 所以他其實就是別名嘛 一個物件的別名就要參考就那麼簡單 講的很複雜很抽象很玄 彈玄說廟對不對 就那麼簡單 真好 簡明二要 reference to count 就像point to count 一個reference 是沒辦法被改變的 他的值 這個物件 to which 他參考的物件是沒辦法被改變的 就叫 一個參考 他去參考到一個沒辦法被改變值的物件 這一種參考就叫 reference to count 指向 或者參考 長值的參考 A reference to count may be bound to a cost object 他會被 一個長值 的物件 細節起來 a non-cost object or a result of an 或是他會被這幾個 細節起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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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了 我們有錄那麼久嗎 哇這麼快啊 不用 我們把前面這個刪掉就好 真的 還有七季還好 十一集應該傳好了嗎 蛤 搜尋了就知道 有啊 所以他可以被刪掉 就騰出十幾機的空徑 把它記下來 重新命名 這樣空間就好 可見先前版本的Windows 他是可以被刪除的 可以安心被刪除 這在哪裡呢 C下面 有個Windows 對不對 你看他佔了多少 一定上 120機 就跑不了 那我在虛擬電腦裡頭也有一個Windows 喔 下一次他跑出來我就要給他 只要你升級到新版沒有發現什麼問題 大概舊版就可以刪掉 他是為了萬一 不相容的話可以有一個退路 讓他慢慢跑 一個指向 長詞參考他可以被系連至 一個長詞的物件 一個長詞的物件 或者一個非長詞的物件 或者一個 印算式的結果 不能改變其所指涉的物件 失職的參考就叫對抗 你看 他這翻錯了 是參考不是指標 他可能用前面那個對 COS的指標 對不對 這裡 就一起好了 喲 那就一起好了 好 這翻錯了 翻錯了 你看 不能改變其所指涉 的物件之職的參考 這翻錯了 怎麼會這樣 接著 Witch 漏掉一個 It's name 會取 It's refer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is 這裡沒有副製造 要副製造哪去 先打到這裡再貼上來 這裡有副製造 它已經有 你看 呃 看哪裡錯 這怎麼佈置成這樣 噢 讓你去拉招 誒 你是已經 你是什麼 指標是錯 指標剛改成參考 可以看到是不能改變其所紫色的物件之子 然後 對Cons的參考 可以細節是一個Cons物件 一個非Cons 或一個印算式的結果 細節 接下來就是 月八十 月八十 Go 好 好 中國犯充 那怎麼說是 The portion of portion in which name 在這裡從引退期內 我 你會 前面這個都沒有了 The Pursion 一個應用程式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 他的名字 是有 意義的 還有Meaning C++ has several level 他有 數種 層級的這個範疇 第一個是Global 我們一樣給他退位 說牌 Names define outside any other scope class Names define他名稱是在任何其他的scope 外面去定義的 這個叫Global 第二個是 類別形 層次的 他是 在一個類型類別裡頭被定義的 一個是命名空間的 那個scope 在一個命名空間的區塊裡頭被定義 在一個命名空間裡頭被定義 一個是block 區塊 在一個block裡頭被定義 然後最後是scope next 巢狀 這個範疇 Once a name is declared It is accessible until the end of the scope in which It was declared 一旦呢一個名字被宣告 他是指這個名字 他是可以被承取 一直 他在哪裡被承取 一直到 這個scope 這個範疇的結尾 這個範疇是他被定義的範疇 他被定義的範疇的結尾 他都是可以被承取 Accessible 其實就類似visible 這裏為什麼加個scope scope nest 好奇怪 這個比較潮狀的範疇 範疇的 籤套 大陸這個範疇也很文雅 範疇可以內 對不起 這個nest動詞你要先抓動詞 很重要 這句話你怎麼看 完全就是這兩招嘛 我就是這兩招沒有用 所以先抓動詞是nest 因為他複數 這裏是動詞 找對手詞是scope 複數 就是說scope是可以內籤的 你看看中文翻譯才能用到 所以你看他這個又不跟 英文原文走 他加了可以 這樣中文你看我們一看就懂他在講什麼 這才是好翻譯 範疇可以內籤 因為一個名稱只要宣告了 在宣告他的範疇結尾之下 都能取用 都是可以存取 他都是有效的 就表示他的生命周期 是在這個方面 這是範疇可以內籤的意思 範疇會內籤 會成潮狀的意思 你看他可以裝動詞用nest 缺潮咖啡 潮 動詞 User or build a net 築一個潮 Inside a large one 在一個 Feed inside Feed an object or objects 在一個更大的一個範圍裡頭安裝了一些 置入了一些東西 都可以叫nest 這很好 先抓動詞 先抓動詞 這個叫先抓動詞 對不對 你看前面還是 文言文的 後面呢就已經是 他有多的登入 原來這裏是 原來這裏是 這就是我這個 難怪都不能編輯 先抓動詞 先抓動詞 栗子多好 Skone 對不對 這是 C++primer的栗子 你會要定對 因為要定對 177 如果改178呢 我會跑到哪裏 對 是這裏 沒錯 咦 貼兩次 欸不對,不是這裏 177啊,他怎麼跑到176 那如果我178呢 這好像寬度 178會跑到那裏 唉唷 第一頁 沒有178他就跳到第一 封面原來長這樣 下一頁就是版權 177就對了 這太棒了 都是語言啦,你以為讀古文才要 先抓動詞 下一頁嘛,有個誤差 接下來是 分開的編譯 他前面有講過,我忘記他 個別編譯 個別編譯 Separate compined 一種能力 這種能力是 去分割一個應用程式 把它分成好幾個獨立的 這個 來源 來源檔 資源檔 原詞馬檔 將一個程式分成多個個別的圓馬檔 圓馬檔 sine有號的 integer type 可見sine一定是integer type 就是整數形別 有號5號 80頁了 對 integer 型別有 一個 integer的型別 他是 你看 負號嗎 叫sine 他 抓住了一個負號 他有一個含有一個負號 負的 負的值 他是包括0的 對嗎 可是他正文都不這樣講 還要我們 自己去猜 所以sine這個sine其實就是 就是 就是 減號嗎 或者負號 minus 對對對 minus 負號 就是一個減號或負號 負號 minus 你看我大概記得怎麼樣 我都忘記這個字 沒錯嘛 我們想得到 你看 他這底部的負 負詞 所以一個sign就是 一個整數型別 它的包含負詞 有號的 你看都是 什麼叫有號五號 可能我們這裡也講什麼東西有號五號 一定是 找對主詞嘛有號五號 下面兩句話 什麼叫有號五號 前面應該都是國文的啊 哇真的很棒 到底是誰couse還有有號五號 主持到底是誰要搞清楚啊 還有有號五號 你翻成有號五號誰聽得懂 幹嘛那麼省略這時候又要講文言文 對不對 你說有減號或有負號不是很好嗎 因為英文差沒有減號符號只有sign就有號 什麼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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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個鑿隊主持 有號五號是什麼號啊 他是有號 Sign 對不對 這個是On Sign Sign在前一頁 Sign對不對 On Sign 有什麼號 對不對 是什麼號啊 大號小號 能夠存放負值或正值的整數型別包括0 On Sign 所以他不是用再加int這個關鍵字 這個 是別想 這個指定 行別的指定 指定 接下來是String String library type 是一個程式庫的行別 他是代表Representing 變數長度seekers 他是代表了一個字 是 符 序列的 可變 長度的字符序列 他是代表一個可變長度的字符序列 代表長度可變的字元序列的程式固形別 他翻這樣的太學術了 然後 Stark 是 Keyword Used to define a class 他是一個用來 定義class的keywords Temporary 沒有被 你看 不具名的物件就不能叫 Variable 不具名的物件 他是被 喔對 喔對這個好像參考那裡有講到這個Temporary 他是被編譯器產生的不具名的物件 然後 當評估一個印算式的時候被編譯器自動產生的一個不具名物件 一個Temporary 會存在 到什麼時候呢 這就是這個Temporary 他 創造 他建制的這個Temporary 他的生命周期會一直存在到什麼 最大的那個 就是他被 產生出來 Temporary 最外層的那個運算式 包含了其他運算式 然後 最外層的運算式執行完了之後這個Temporary才會消失 不具名的物件 不具名的物件 對不對一個不具名的物件 贊存物件 Temporary 估算一個運算式指編譯器所創建的無名物件 不具名物件 一個 他翻成無名就不好 然後會想成無名小卒這樣 無名小占 不具名就比較清楚 一個Temporary在他 在包含他 未知 而被創建的運算式 最大運算式結尾前的為什麼 誰看反 反應誰看得懂 太囉嗦了 一個Temporary是 在 他 就是 為什麼會產生那個Temporary 因為運算式為了計算運算式 所以只要這個運算式 即使裏頭還有很多運算式 最外面最大的運算式還沒執行完之前 Temporary都可以 存在 他的生命周期都還在 翻成這樣 你們看得懂還是我這樣講你們聽得懂自己說嗎 然後 然後 高層的 頂層的這個 CAUS 前面有那個 Low label 頂層CAUS CAUS來的指定了 一個物件 是沒辦法 被 改變了 所謂頂層的CAUS就是 他是 要指明 去修飾 或者限制 他所限制 或修飾的那個物件 是沒辦法去改變 這是我們在學那個Pointer 指標的時候 對不對 Pointer前面 一個警號 一個 Ester Ester 新號前面加一個CAUS 或者 應該是後面加一個CAUS 他就修飾這個指標 是沒辦法被改變 指標是一個物件 不能被改變 他是可以被省略的 像前面是Low level 不能被忽略的 他是可以被忽略的 行別的 別號 一個名字 針對某個行別的一個別名 就叫Type Alias 你的字標要叫 你把字標去改變 你的字標 你把字標去改變 是 Alias Alias 一個別名的宣告是他前面有講過 using 什麼等於什麼 那叫做alias 宣告式 宣告 那也可以藉由所以他說這兩個方法來定義 這個行別的別名 一個是剛剛提到的這個 另外一個是 一個TypeDev 用TypeDev來 定義 那個 行別的別名 TypeDev 作為另一個行別同意詞的一個名稱 透過 TypeDev或別名宣告alias的Decoration來定義 TypeDev 這個我以後可能常用 行別別名的 PyDev TypeDev 別名宣告是 我加個4 別名宣告4就是這個 這個 這樣 用 用X 等於Type 這個西夏的也是這樣 尤其在命名空間裏要弄別名 行別的檢查 這是一個名詞一個術語 別忘了我們這一個區塊叫turnedefined 被定義的名字defined hand 一個術語 這個術語是被用去形容描述 這個處理proset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是 編譯器要確認這個 這個物件被給予的賦予的一個形別 和他被使用的 和他被使用是否一致 是否有協調 是否如他定義的那樣被使用 叫type checking 形別檢查 定義器用來驗證 給定形別的物件被使用的方式 是否與該行別 是定義 一致 他翻成程序 其實是一個過程的程序 翻得太降氣了 我們說降工降的降 降氣的反應 太呆板 就是 你看我們定義一個行別就是 定義了他可以儲存什麼值 然後他又可以進行怎麼操作 那行別檢查就是檢查你 對這個物件 的定義是否符合你所定義的 你在操作他既然你定義他可以怎麼操作 那你是否操作 是合法的 合乎你定義的時候 對不對 定義的那個規範 還是已經違背 直接要type checking 那是一個術語 你看他term都沒有翻出來 term used to describe 對不對 type checking 原信用來驗證 給定形別 你看他這個 這一區都沒有翻 這一樣我們要給他糾正一下 這一句沒有翻嗎 對不對 這一句沒有翻到 沒翻出來 一個 術語 表示 這個術語是用來表示 對不對 一個程序 或一個過程 喔 處理的過程 我們的過程是 那個compiner 一定有compiner 對啊 編譯器 確認verify 驗證 檢查教驗 對這個 物件這種形別的物件操作是否合乎他 對這個行別的定義 不能超出或者 不是他定義的那個操作 就不合法 對 再來是Type Specify 行別的指定符或指示符 哎唷 那麼簡單定義啊 The name of a type 就是一個 行別的名字叫行別指示符 Type Specify 行別指定符 一個行別的名稱就叫行別指示符 行別指定符 行別指定符 行別指示符 行別指示符 隨便指這個Type Specify Expensify 一樣Type Specify 行別指定符 就這個 好好看得到 好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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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某個形別定義一個別名 When time that appears in the base type of a 在宣告中如果出現的是dative 對這個基礎形別出現的dative的話 The name Defined in the declaration of a time name 在宣告裡頭 被定義的名字 就是 那個形 那個形的名稱 Timename就是前面講的什麼 Time specify Tidever 為另一個 形別定義的一個秘密 這不要翻成另一個 要翻成某個 Another 另一個就是陷入英文 詞彙那個 沒有顧慮到中文的情境 語境 語言環境 當Tiverr出現在一個宣告的基礎形別中 在該宣告中定義的名稱就是形別名稱 對啊 當然 他其實是為一個形別做一個別名嘛 他雖然是別名還是形別的名稱 沒錯 原來基礎形別有基礎形別他本身的名稱 那我給他取個別名是不是 Tidev Tidev Tidev就是 Tidef Tidef 這個語言就是 C++沒有 指名的 指名意義的 沒有指名 明顯意義 具體意義的使用 只要用到這些 語言沒有明顯意義的 程式語言沒有明顯意義的 使用都叫 是未定義的 是未定義的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Rely on Undefined Behaviour Is a great source Of hard to track Runtime error Security problem And Probably Probability Probability Portability 總是你不要 有意 或者無意間 明知故犯 或者 不知者無罪 Renying on 如果你去依靠 就是用到了這些沒有定義的 沒有定義的這個行為 是一個很大的 問題的來源 這個問題是包括什麼 非常難以追蹤 執行時間 非常難以追蹤的一個 根源 然後 也包括他這個安全性的問題 還有 Portability Portability 對 會產生 Portable Probably Source of hard 是一個 很大的根源 它會造成 這些問題的根源就是因為 你用一個沒有定義的才會造成以下的問題 用一個沒有定義的是以下問題的根源 Source 以下問題的根源 一個是在執行階段很難去追蹤的 第二個是安全性的問題 第三個是 移植上的問題 會造成你 城市要移植 到別的地方用的時候 就麻煩 麻煩就出現 這裡Problem可以翻什麼麻煩 此以為為止定義的使用方式 不管你知不知情 你看這翻的就很好 你說 有意無意間 Noying or Annoying 忍耐 在未定義行為都很容易產生難以追查的執行期間 還有 產生安全性的問題 以及產生可意識性的問題 這個可就是ability 可以 Portable 可以 Unitialized 沒有被初始化 一個變數 一個被定義的變數 在定義的時候卻沒有一個 初始值 當他在定義的時候卻沒有賦予他一個初始值的話 就叫Unitialized 通常 22 存取這個 沒有初始值的這個變數 的值的話會導致 Undefined Behavior 所以這是一個Behavior Undefined Behavior 是一個 未定義的形別 這樣會造成以下這些問題 對不對 Unsign就5號前面講過Integer 它是整數型沒問題 所以有好無好很簡單 它就是Int的形別 這種形別是 它只儲存存載了 大於或等於0的這個 整數值 然後Variable 變數 這當然很重要 Name 你看吧 劇名 劇名 果然 劇名物件或參考都可以 因為 Reference 不是物件 他這很嚴謹 對 Rare object 不能 包括一切 因為Reference 本身不是物件 你看我們回應 前面 劇名物件 用劇名去找就知道 還是把它關掉吧 用這個是方便 回移動目標 挪過去 各有利弊 這時候他用 馬上就講了 變數是一個劇名的 變數 變數就是一個劇名的物件 或者 參考 A name object 參考 因為參考不等於物件 參考不是物件 他不是實質 他是entity 可是不是物件 具體的東西 Inc++ Variables Must be 必須被 宣告在使用它前 There are you Before For 備用之前 接下來 Variable 11點了 今天才把第2張 讀完就很偷笑了 Variable 一個劇名的物件或參考在 西加拉中變數必須在他們被使用之前被宣告 Variable 指標 一個指標 形別 Can 對 可以指向任何 非常值的 非常值的 行別 差一點忘了這個東西 Sight Pointers 這樣的指標 不能被 解參考 因為你不知道他解參考要解成哪一種行別嗎 他可以指向任何行別 只要不是 空 只要不是長值的行別都可以 或是指標能夠指向任何非靠行別的指標行別 這種指標不能被解參考 是指標的 提供 Boy Time Special Purpose Time 特殊用途 特殊目的的行別 這種行別是 沒有任何印算操作的 而且沒有 而且就End了 沒有任何值的 所以 It is not possible to define Variable of Time 如果想要宣告一個 Void這個行別的變數是不可能的 是荒謬的 絕對不可能的 Boy Time 在行別 沒有運算也沒有值的特殊用途行別 你沒有辦法定義 行別為Void的變數 沒錯 完全是一個特殊用途 Boy Time Boy Time Word On a 32-way machine 電腦 A word is typically 失敗 一個字是佔了四個位元組 這才是有 英文意義的字 我們中文也可以 它是自然的單元 在一個機器上 然後整數 計算的一個 自然的單元 通常一個Word 會 能夠容下一個 一個位置 Word 自主 啊 翻成自主 這很重要 所以不是我們剛理解的自而 給定機器上 翻給定就不好啦 整數計算的自然單元 自主 啊對不起 這跟 英文字中文字無關 對啦 前面有學過 忘光 Usually a word is not 通常一個自主的大小都是足以存放一個位置 在32位元組上一個自主的大小通常會是四個位 唉 想要拉肚子 其實快要結束了 拉一下舒服 暫停一下阿彌 那 練習